煞时间 列文遍布巨岩 接着又是一声脆响 巨岩硬声粉碎 喧嚣声先是一致 接着欢呼 与掌声猛然爆发 主持人激动地说道 太精彩了 这简直就是对力量的完美诠释 评委康肯斯坦先生笑着说道 真是一场别开生命的表演 没想到苏毅选手 能如此展现宝可梦的魅力 这可是与之前的华丽表演 有着很大跨度的 难不成你想全方位发展 苏毅笑道 我只是想办法 展现他们应有的魅力罢了 若是有机会 我会尝试的 这个和以前那个 我都很喜欢 虚目左先生 依旧是一副眯眯眼的样子 但从笑容能看出 他很高兴 水晶石的乔伊小姐说道 苏毅他们的组合 真是有一种别样的魅力呢 完了 那只叫金狮子的宝可梦 一看就很强 他进入华丽对战环节的话 谁能挡住啊 小瑶抓了抓头发 有些无奈 刘奇亚立刻打开图鉴 查看金狮子的资料 桀骜地将地盘内的竞争者 全部驱逐出去的牙兽之王 力量与灵活艰巨的破坏化身 光是读着简介 他就满头大汗了 最后一看属性组合 欧货 格斗家电 小青青 可是一般家飞行的组合 细细罗 小青青看了看显示屏里 那巨大壮硕的金狮子 然后窃窃地看向刘奇亚 小青青 真真的要和他打吗 没没关系 虽然对手不是预想中的风飘龙 但我们并不需要打败他 只是刘奇亚的语气 已经完全没有自信了 第475章 不华丽 但够近 评委们的评分是公正的 苏毅和金狮子的表现足够震撼 也符合比赛规则 所以他们获得了能够晋级的高分 只不过 苏毅稍稍有些遗憾 要是背景音乐 能有一首金狮子的专属BGM黄金钟 或者一拳超人的MT Hero 怒拳火就好了 华丽大赛的音乐 完全不够近 霸 强 这怎么能让被金狮子揍过的人 以后一听到他的登场 BGM就犯PTSD 可惜宝可梦世界 没有这些音乐 苏毅和金狮子玩得很开心 但其他晋级的选手 则是压力巨大 金狮子一看 就是不好惹的对手 虽说华丽对战 不需要击败对方 但金狮子的华丽就是力量 那架势 完全是笨着直接把你打至再起不能去的 这不是将华丽对战 强行变为宝可梦对战了吗 观看直播的米可丽 也意识到了这样的情况 顿时头疼地说道 这还是华丽大赛嘛 我还是更喜欢你和风飘龙的组合 你呀 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等候室内 小顺苦笑着说道 等下遇到能不能手下留情 他真怕金狮子收不住力 直接把他的宝可梦打成重伤 苏毅伸出大拇指 鹿齿一笑道 先打一拳再说 小顺等一众选手 短暂的休息时间结束 屏幕里公布了华丽对战的分组 众选手皆是紧张无比 第一场 刘奇亚VS苏毅 刘奇亚心脏骤停 苏毅笑道 第一场对战 如你所愿 我们来会一会 或许不够华丽 但绝对够近 看了眼有恃无恐的苏毅 刘奇亚在心中安慰自己 力量并不是华丽大赛的决定性因素 只要合理运用招式 就会有机会 双方很快登上了舞台 放出了各自的搭档 青年鸟小青青飞上天空 努力与一脸凶恶的金狮子保持距离 金狮子则是不屑一顾 在他眼中 小青青和绕行兔没什么两样 华丽对战 开始 随着主持人的一声令下 刘奇亚立刻让小青青率先行动 使用羽毛舞 小青青挥动棉花般的双翼 白色的羽毛划过漂亮的弧度 快速飞向金狮子 刘奇亚心中暗道 只要能一步步削减她的攻击能力 我们就能有容错率 苏毅沉稳地说道 破道之63雷吼炮 好 金狮子握拳锤地 口中喷发出如注的雷光 照亮了整个会场 雷鸣入耳的众人顿时惊骇不已 电光如红 蛮横地横扫而过 羽毛被尽数轰散 刘奇亚惊慌地盯着天空 在看到小青青勉强躲开了雷光柱后 才松了口气 本来优雅的羽毛舞扣出了苏毅一点分数 但金狮子的强力反击 让小青青惊慌躲闪 让刘奇亚同样被扣了分 刘奇亚立刻意识到了速度的重要性 当即指挥道 小青青 龙之舞 哼 你也想起舞吗 金狮子 挑戏 苏毅当然明白 对手一定会为了限制金狮子的战斗力 而使用变化招式 这首挑衅是必须的 刘奇亚再度被扣分 华丽对战不仅仅是要使出华丽的招式 还需要招式有一定的作用 才能扣出对手的分数 虽然这个挑衅平平无奇 但阻止了小青青的发挥 自然要扣出刘奇亚一些分数 啊 刘奇亚一时间哑火了 真的要和金狮子战斗 之前的表演 让她毫不怀疑金狮子的物攻能力 但刚刚那一招雷吼炮 让她意识到 金狮子的力量是很全面的 她现在要考虑的 不是如何削减苏丽的分数 而是想办法活下来 小青青 使用嬉闹 本来刘奇亚的策略 是让小青青 配合着各式各样的变化招式来进攻的 但现在小青青被挑衅 华丽程度大打折扣 西罗 小青青仗着身体小巧的优势 在空中不断飞舞 干扰着金狮子的视线 金狮子 冷静下来 使用健美 金狮子立刻自信地 摆出健美的姿势 完全不理去会晃来晃去的小青青 这下不仅能增强自身 还能扣除对面分数 一举两得 陷入被动的刘奇亚 立刻找准金狮子 正使用健美的时机 让小青青撞了过去 金狮子正双手插腰 做出前斩双背扩肌的姿势 肌肉在健美的增强下 变得紧绷坚韧 那一瞬间 一只小鸟飞冲入怀 金狮子的身体 只是微不可查地顿了顿 小青青只觉得 自己一头撞上了一座岩山 脑袋有点晕 眼前怎么黑了 哇 金狮子用胸膛 挡下了青棉鸟的嬉闹 太从容不破了 主持人赞叹道 虽然因为招式击中金狮子 而扣了苏义一点分数 但金狮子利用招式强化 从容不破地接下了攻击 反而让小青青有些狼狈 刘奇亚那边的分数 反而扣得更多 凶肌挡招式 全是致敬 苏义也有些忍惧不惊 金狮子本身的防御能力就很强 再加上两次健美 青棉鸟的力量相较来说 还是太低了 就算是克制格斗戏的嬉闹 也难以奏效 让它进化一段 再来还差不多 结束了 金狮子趁着小青青 头晕眼花的功夫 一把抓住了它 一米七五的猎人 在金狮子的手中 都像个手办一样 就更别提青棉鸟了 金狮子使用柔令摔头 咚咚咚几下按压砸地 小青青很快就失去了战斗能力 刘奇亚顿时有些呆愣 如此简单就结束了 没有造成任何威胁 也没有展现出华丽的一面 米可利叹道 还是太年轻了 华丽大赛中 实力也很重要 怎么要哭鼻子了 苏毅走上前 想要握手致意 却见刘奇亚有些愣神 才才没有 刘奇亚轻轻拍了拍脸颊 调整神态 并走上前来 和苏毅握了握手 你和搭档的华丽表演能力很强 很有偶像天赋 加油吧 苏毅勉励道 可别不小心 把未来的偶像给打自闭了 到时候 米可利那边就不好说了 她好歹是未来的冠军呢 哼 那是当然 你很强 但论华丽 你是比不上我和小青青的 刘奇亚轻哼道 第476章 金狮子 花里胡哨 一套带走 台上的评委和台下的观众 都觉得 这场战斗差了点意思 他们还期盼着金狮子 能展示真正的力量呢 之前表演回合的 那个金色形态 都没用出来 剩下的华丽对战中 小瑶面对劲敌小顺 看似火属性的力撞击 对上曹属性的罗斯雷夺有优势 但实则是帮对手触发 逆属性碧顺锋的buff 最后被小顺淘汰 剩下的选手中 迦奈淘汰了路人 晋级下一轮华丽对战 而下一轮的第一场 很不巧 就是小顺对战苏毅 双方在主持人的示意下 登上舞台 分战场地两边 看着对面悠然的金狮子 小顺感觉自己 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罗斯雷夺抵抗电系 和格斗系招式 只要恰当运用那几个招式 再利用对方的轻敌心理 小顺立刻在心里想好了策略 华丽对战 开始 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 小顺迅速指挥道 寄生种子 罗斯 罗斯雷夺张开花朵一般的双手 像使用种子机关枪那样 将寄生种子 飞速射向金狮子 你这一个招式 当两个招式用 合不合法呀 用火焰拳将种子全部烧掉 然后稳步前进 金狮子挥舞燃起火焰的拳头 用打王八拳的攻击方式 一边挥拳横扫 一边徐徐向前 果然进攻过来了 小顺的双手不自觉地紧握 面对苏义和他的宝可梦 他不敢有一丝松懈 金狮子逐渐靠近罗斯雷夺 罗斯雷夺立刻停下了寄生种子 叙事待发起来 距离足够了 小顺立刻喊道 使用剧毒 罗斯雷夺的花朵 双手中喷出了紫色的毒液 正面护在了金狮子的脸上 这个距离金狮子几乎难以躲避 吼啊 金狮子顿时感到一阵不适 体力也开始被一丝丝地消耗 虽然毒性远不及狭隆的毒液 但被喷一脸的侮辱和难受的感觉 让他感到很不爽 吼 金狮子昂起上半身 挥舞拳头放声怒吼 金色的电芒充斥进毛发 强横的气势横扫全场 见到宛如怒目金刚的金狮子 小顺揉了揉耳朵 同时不由地心惊胆战 他立刻指挥道 快使用守住 罗斯 罗斯雷朵张开双手 一道屏障浮现在眼前 罗刹狂嘞 金狮子怒吼一声 包裹着豪光的拳头 蛮横地横扫过来 屏 守住的屏障在第一拳后 就迅速开始碎裂 影子分身 小顺紧盯着场上的局势 迅速给出指令 罗斯雷朵身形一闪 匆忙变换出数个身影 出现在金狮子面前 原来你想玩独踢手那一套啊 苏伊顿时明白过来了 虽然使用的不是踢身 但影子分身在实际表现中 也是一个干扰对方进攻的神迹 而且不用消耗自己的体力 与踢身各有特点 但两者发挥的作用是相似的 但可惜 独踢手在回合制对战中 的确能恶心不少人 但在及时对战中 这套路就不是那么好用了 用雷吼炮扫过去 金狮子的怒吼 与雷电的斯鸣 在雷芒中炸响 雷光柱横扫而过 诸多影子分身被打爆 其中一个身影 及时使出了守住 加快节奏 蹂躏摔头 金狮子灵敏地跳了过去 罗斯雷朵还想顾忌重施 但金狮子的双手 快速抱了过来 那宽阔的臂展一下 就抓住了 想要借助影子分身逃离的罗斯雷朵 毕竟影子分身 是在奋出分身时快速移动 以混入分身中来迷惑敌人 而不是瞬间移动 所以 只要及时拦截 就能抓到本体 再加上刚刚使用完 守住 如此紧凑的进攻 让罗斯雷朵 没能及时使出影子分身 所以慢了一步 好 金狮子紧紧抓住罗斯雷朵 对他发出愤怒的咆哮 那强大的握力 疯狂压迫他的身体 接着 金狮子拿着他 狠狠重砸几下地面 然后将其重重摔在舞台上 碰 罗斯雷朵被砸在地面上 发出痛苦的叫声 浑身上下 仿佛都被捏碎了一般 但金狮子的攻势 还没有结束 金狮子人立起来 握起拳头蓄力 同时快速走向罗斯雷朵 那剑瘦的身形 充满了压迫感 那一瞬间 罗斯雷朵的脑海中 闪过那咆哮的凶恶面孔 那被蹂躏的无力感 那快要被捏碎的痛苦 他看着冲来的金狮子 呆若木鸡 动啊 罗斯雷朵 小顺焦急的大声疾呼 陷入畏缩的罗斯雷朵 没有回应训练家的呼唤 重拳轰然砸下 动 小顺明显能感受到舞台的震动 全场被这暴力的碾压 震撼得鸦雀无声 罗斯雷朵 失去战斗能力 小顺微微恍然 这才拿出精灵球 收回了罗斯雷朵 你 看着上前与他握手的苏毅 小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谁懂啊 我就给他上了个剧毒 他抱起一套连招 就把我的宝可梦 锤得失去战斗能力了 真是让人震撼的攻势 称其为疾风木韬也不为过 康肯斯坦感叹道 富有爱心的乔宜小姐 则是有些愁愁地说道 这是否有点 观众席上的小顺 看着小顺在一分钟左右 就被抬走了 顿时有些庆幸 不是他去面对金狮子 米可丽看到金狮子的进一步表现 眉头微微皱起 虽然金狮子不符合他的审美 但他的确有一种狂野的力量美 霸道 充满压迫感 而且很不好对付 让我看看 这只宝可梦 还有什么样的能力吧 米可丽继续观看直播 以获取更多有关金狮子的情报 来到决赛 苏义的对手是迦奈 稍事休息后 双方登上了舞台 瀑瀑珠 对方很棘手 我们要用超能力寻找机会 迦奈神情严肃地说道 卢浦 对战开始 迦奈先让瀑瀑珠使出冥想强化 苏义则是让金狮子进入斗气化状态 对金狮子使用精神强念 强化完后 迦奈就立刻指挥起了攻击 卢浦 瀑瀑珠头顶的两颗黑珍珠 亮起紫色的光芒 一股超能力笼罩向了金狮子 哦 金狮子顿时感受到 一股无形的力量将自己包裹 然后试图抬它起来 卢卢浦 瀑瀑珠的鼻息变得粗重 金狮子很重 那结实的肌肉密度很大 瀑瀑珠的超能力并不算出色 即使强化了特攻 想要举起金狮子 还是有些吃力 只见金狮子微微悬浮起来 离开地面一两米 但这已经是瀑瀑珠的极限了 金狮子感到非常惊奇 这只头上长着黑珍珠的紫色菌珠 居然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说到 金狮子 使用剑美 抵抗这股力量 金狮子收起好奇 浑身囚禁的肌肉鼓动起来 它使用那蛮横的力量 抵抗着超能力的束缚 摆出剑美的姿势 瀑瀑珠顿时维持不住精神强念 将金狮子放了下来 被强行挣脱精神强念 瀑瀑珠似乎也不好受 它停在原地开始气喘 苏义此时说到 终结它 雷厉热刀 滴滴金钩壁 好 电芒闪烁的金狮子 抱起前冲 同时伸出手臂 用臂弯勒向扑扑出的颈部 砰 强壮的手臂 蛮横地击打在脆弱的颈部 扑扑出双目暴突 瞬间被打飞出场地 重重砸在墙壁上 最后两眼转圈 滑落在地上再起不能 第477章 失落事件 苏义赢得了水晶式华丽大赛的断代徽章 金狮子的表现震撼了众人 那霸道的力量 无愧于破坏的化身这个称号 强壮度这个方面的热度 似乎被它引领起来了 让观众与粉丝们津津乐道的是 苏义和他的宝可梦 已经展现了两个差别极大的表演方式 似乎每次登场它 都能带来让人耳目一新的表演 观众和粉丝们 更加期待它的下一次登场了 虽然有些临时抱佛脚 但这次的华丽大赛 算是圆满完成了 苏义对金狮子问道 第一次登上舞台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这种感觉怎么样 哦 金狮子挠挠下巴想了想 好像除了好玩 就没什么别的感觉了 偶尔玩玩还是挺放松的 的确 对金狮子来说 只要表演回合能够晋级 之后的华丽对战队 就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好吧 看来 你应该还是更喜欢强强对抗 之后的训练 我给你把阿瓜和灭尽龙都安排上 苏义笑道 哦 金狮子拳头对碰 表示求之不得 水晶市是个大城市 这里的百货商场 售卖各种各样的宝可梦道具 种类非常齐全 苏义没有立刻动身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而逗留了几天 补充了一些道具和素材 伙伴多了 这些东西都要准备齐全 就在苏义一边做准备 一边给随行兽训练时 大武打来了电话 苏义 你要的岛屿有眉目了 苏义 苏义乘坐天会龙 快马加鞭的来到凯纳市 和大武会合 凯纳市是一座港口城市 许多去往其他地区的船只 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这里有广阔的海岸线 沙滩 泳庄 水系宝可梦 这里应有尽有 但苏义此时无暇欣赏这些 来到港口 两艘运输直升机停在一旁 大武早已再次等待 出乎意料的是 小茂 大木博士和小田卷博士 居然也在 这是 苏义疑惑地看向大武 这几位不是要在德文公司那边 研究化石宝可梦吗 先上飞机 我们路上说 大武说道 众人登上飞机 大武拿过平板 展示一张卫星地图 开始解释来龙去脉 这座岛屿 位于风源大陆南方 边境的一处海域中 陆地面积约为400平方千米 那里经常被大雨和雾气笼罩 岛屿上空时常出现乱流天气 周围的海域波涛汹涌 可以说在雨季 这里很难进入 而这也是我的团队之前 一直没有什么进展的原因 那座岛屿终于迎来了旱景 我的团队才能安然到达岛上 在那里 他们发现了一些 本应灭绝的化石宝可梦 而这也是 两位博士和小茂 要和我们一同前往的原因 所以听吧 微微一愣 这设定怎么这么熟悉 金刚骷髅岛是吧 也难怪两位博士和小茂 也要前往 栖息着本该灭绝的 宝可梦的未知岛屿 这对于宝可梦研究者来说 无疑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不对 这设定的确眼熟 但不只是因为 一般看去 晴朗的天空下 一座美丽的岛屿 缓缓出现在海天一线上 带飞机靠近 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台地 耸立在海岛中心 有瀑布从台地周围倾泻而下 落入纵横岛屿的河流里 并未崖壁挂上了绚丽的巨大彩虹 岛上的森林郁郁葱葱 时不时有宝可梦飞出 海岸的沙滩边 成群结队的宝可梦四处玩耍 一切的一切 让这里颇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但看到此情此景的苏毅 却在心中暗叹 如果没猜错 这座岛屿 估计没办法 按照我的计划来开发了 运输直升机降落在海岸上 众人下了飞机 大屋的团队有条不紊地 开始搭建检易的营地 安置设备 开始准备记录数据 探查附近的情况等等 看起来非常专业 看着一个个搭起来的迷彩帐篷 还有一台台不明觉厉的设备 苏毅还真有种参加秘境科考的感觉 探索的欲望 一下就被这样的氛围烘托出来了 大屋和几位工作人员交谈几句后 拿着几个通讯器 分发给了苏毅他们 他们在这里作为基地 给我们提供支援 我们可以先行一步 主要是探查整座岛屿的地形 利用仪器 绘制大致的地图 顺便探查岛上的宝可梦分布 大屋早已换上了便于探索的户外装备 两位博士和小茂皆是如此 看样子 他们准备得很充分 等等 我也换个装备 苏毅看着自己身上的休闲装 赶紧打了个招呼 然后进到飞机的舱室内 悄悄传送回了星辰据典一趟 十分钟后 整装完毕的苏毅再次走出机舱 众人顿时惊异地看向他 大屋上下打量苏毅 然后压抑地问道 你这是什么打扮 他不是没见过苏毅全副武装的样子 在之前的华丽大赛上 他就经常穿上那些华丽的铠甲 只是这次他穿的铠甲 太引人注目了 银白色的铠甲 点缀着深红色的发光部件 整体造型既棱角分明 又充满流线型的设计 全覆盖式的铠甲 让它看起来有些冷酷 同时也充满了战士的鹦鹉 连龙神丸都装配上了银白色的外副剑刃 并搭配上同款配色的巨大盾牌 这些当然是装备 你不会觉得 那些包括华丽大赛上的铠甲 都只是徒有其表的吧 穿上了天会龙套装的苏毅反问道 大巫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带着金仪的眼神 看向苏毅 她只在苏毅面对地牙卢卡 和奇拉蒂娜时 见过她装备上这些舞具 如今苏毅如此严阵以待 难道是她发现了些什么 看到大巫的眼神 苏毅立马知道 她要问什么 于是立刻解释道 这片是隔绝之地上的宝可梦 充满野性与攻击性 而且 我们说不定有机会遇到患之宝可梦 哦此话怎讲 大木博士惊讶地问道 你们可以将其当成我的预感吗 面对众人满是疑惑的眼神 苏毅语气笃定 眼睛看向那块 耸立于岛屿中央的巨大台地 这片未来好几年 才会有人踏足的失落世界 如今因为苏毅的构岛计划 而被提前发现 第478章 危机四伏的岛屿 4.2K 几位研究者的主要目标 只是研究这里的宝可梦 于是苏毅打算 先将他们护送到 发现画室宝可梦的地点 然后再去记录这座岛屿的情况 哦哦 大空载着两位博士 尽情地在森林上空翱翔 清新的空气 化作凉爽的清风吹拂而来 大空非常喜欢这样的环境 苏毅和鹿草 骑着钢铠鸭 大巫骑着盔甲鸟 小帽乘着新收服的化石翼龙 众人从天空中飞过 欣赏着下方古老的森林 B1 突然 森林中飞出一群热带雨林花纹的采粉蝶 他们先是小心翼翼地靠近 再发现他们没有敌翼后 就开始好奇地围绕在他们身旁 一边飞舞 一边观察 这些是卡罗斯地区很有名的采粉蝶吧 大木博士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们 甚至伸长手臂 想要与他们接触 小田卷博士说道 他们会因为生存环境 而进化出适应性的花纹 是很有趣的宝可梦啊 杨朵 这时 一阵鸣提声响起 采粉蝶惊慌的降低高度 飞入茂密的树林中躲藏 不远处的天空中 一群盔甲鸟 气势汹汹地飞了过来 好大的盔甲鸟 看起来非常强壮啊 大木博士惊叹道 大空发出凶狠的咆哮 想要进行驱赶 但那群盔甲鸟 相比一般的同类更加健硕 其首领的体型 甚至不输一些鸟笼种怪物 成群结队的他们 显然并不惧怕大空 看来是闯入他们的地盘了 苏毅眉头一挑 抛出捕获球 交给你了 千刃龙 瞎呀 金色的飞龙身形 迅猛地冲向盔甲鸟群 以一个势不可挡的闪空猎促 突破了他们的空中阵型 两天前 苏毅就顺利收复了千刃龙 什么你不服 你敢违抗 又有古龙的我吗 猎 鸣笛声响彻长空 X型的利爪 抓住领头的那只盔甲鸟 接着千刃龙 以一个灵活的空中翻转叙事 将它投掷出去 撞向其他盔甲鸟 刷刷刷 紧接着 千刃龙使出灵射 将盔甲鸟的阵型一一打散 但盔甲鸟并没有被千刃龙的空中强袭吓到 回过神来的盔甲鸟首领 发出一连串丝鸣 其他盔甲鸟立刻重整旗鼓 颇有章法的行动起来 只见两三只盔甲鸟 冲到千刃龙的附近 使用金属鹰干扰它 接着其他盔甲鸟 从四面八方飞冲过来 使用刚毅不断闪击千刃龙 千刃龙 利用速度冲出包围圈 苏义大喊道 千刃龙忍耐着刺耳的金属鹰 埋头往一个方向猛冲 由于使用灵射后提升了速度 再加上那巨大的体型 它硬生生地冲出了包围 但那些盔甲鸟 显然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 反而切而不舍地追了上去 看上去非常凶狠 苏义按道 这些盔甲鸟 无论是实力 还是战斗意志都非常强 而且能够有章法的配合 一般的大型飞龙种怪物 遇到了都逃不到好 天空中 千刃龙与盔甲鸟进行着激烈的追逐游斗 金色与银色的身影在天空中飞速掠过 巨金怪 去帮忙 大巫放出巨金怪 打算速战速决 灭托 巨金怪先是利用精神强念 控制部分盔甲鸟 打乱它们的阵型 接着使用彗星拳飞冲而上 分担了千刃龙的压力 最后两者全力展开进攻 这才打退了盔甲鸟群 这里的宝可梦 果然野性十足 且性情凶猛 大巫说道 苏毅突然问道 话说 盔甲鸟一般都是成群结队的吗 大巫博士沉吟了一会儿 说道 盔甲鸟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的 也有像刚刚那样十几只组成一群的情况 但那样的情况很少见 苏毅沉生说道 如此强大的盔甲鸟都需要抱团成群 只能说明一点 它们的竞争对手同样成群结队 并且实力强劲 此话一出 众人立刻提高了警惕 果不其然 就要达到目的地时 一群同样强大的化石翼龙飞了出来 凶悍地发起了攻击 苏毅和大巫再次派出千刃龙和巨金怪 打退了它们 这才顺利到达目的地 眼前是一片波光零零的湖泊 一些宝可梦在附近喝水 两位博士立刻拿出观察用具 兴致勃勃地观察起来 是不动员和大王燕啊 小巨鳄和黑眼鳄也有 还有冲嘴大鸟和巨爪怪 博士们环视四周 时不时发出惊叹声 同时激动地记录着这些原本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宝可梦 这里就交给你了 小巫 大巫说道 小巫不仅是研究员 还是个训练家 实力不俗 保护这两位完全沉浸在研究和发现中的博士 应该没有问题 出现了 远古时期的宝可梦 是护成龙 大巫博士突然兴奋地低声惊呼 就像是发现新奇之物的孩童 不远处的岸边 一群脑袋像是盾牌 模样类似三角龙的宝可梦 走到湖边饮水 身后还跟着一群小家伙 小巫同样兴奋地说道 护成龙的化石在枫原地区很少能够挖掘到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活着的实体 爷孙俩沉浸在新发现的欣喜中 却没发现一些宝可梦 开始悄然逃离了 一声突如其来的怒吼 惊走了其他宝可梦 笨重的护成龙一惊 接着立刻发出叫声 并迅速围成一圈 用盾牌式的脑袋对着外围 保护着圈内的幼崽顿甲龙 砰砰 一群形似霸王龙的暗红色宝可梦 冲出树林 围向护成龙群 他们开河大嘴 发出恐怖的咬河声 并压迫着护成龙的防御圈 想让他们露出破绽 是怪恶龙 我们离远一点 苏义低声说道 众人向后撤退 并不打算参与到两者的冲突中 好 这时 几只宝宝暴龙从他们旁边的树丛冲出来 对他们发出既可爱又凶狠的叫声 别自讨苦吃 苏义握住龙绳丸一挥 一道精神利刃斩切出去 轰的一声在他们面前斩出一道沟壑 高 小家伙被吓了一跳 接着发出了吵闹的叫声 这让怪恶龙注意到了这边 顿时其中两只冲向了苏义 护载的本能让他们凶性大发 苏义一甩手 一枚捕获球抛飞出去 斩龙 刚认斩 动 高大的身影落入地面 强壮的后肢站稳 踏步 扭转 闪耀着银色光芒的尾刃横扫而过 而后才想起那剑刃斩切的温鸣 正 两只怪恶龙顿时被打退 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需要帮忙吗 大无问道 这么告诉你吧 这样环境 我的伙伴可是如鱼得水 苏义侧过身 轻笑着回答 好 这时 树丛再次晃动 另一只怪恶龙 瞄准苏义偷袭而来 小心 小猫大喊 枪 苏义不慌不忙地扭身驾顿 翔虫在电光火石之间 吐出虫丝粘住盾牌 将其固定在地面上 平 怪恶龙头一晃 止住了前冲的势头 头有点晕乎乎的 好 紧接着 一张大口陡然出现 瞬间咬住怪恶龙 那长着白色毛发的颈部 接着那力量猛地爆发 将其按在地上 与此同时 另一边 斩龙扭身起跳 甩尾纵斩 两只怪恶龙急忙躲开 其中一只踩住斩龙的尾刃 另一只则冲向斩龙 张开长满獠牙的大嘴撕咬而来 被钳制住委任的 斩龙丝毫不慌 他同样张开嘴巴 后发而先制地咬住怪恶龙的颈部 接着爆发蛮力 将其甩向另一只怪恶龙 两者碰撞在一起倒了过去 斩龙 听说你的特性 叫强壮之恶 我的双恶未尝不强 吼 斩龙与蛮恶龙 同时发出了狂野的咆哮 吼声回荡在森林中 弱小的宝可梦们 顿时进入寒蝉 吼吼 那群怪恶龙顿时放弃了护城龙 冲向了斩龙和蛮恶龙 让他们见识一下兽龙中的力量 苏义再次抛出一枚捕获球 咚 巨兽落地 大地震战 树木速速抖落树叶 好 恐暴龙发出狂暴的咆哮 一马当先冲向了怪恶龙群 他张开厉齿森然的大嘴 一口咬住了巨大的怪恶龙首领 并将其高高举起 那群怪恶龙顿时被自己的首领砸飞出去 大片的树木 咚隆隆地被砸倒 割鹿 恐暴龙叼着怪恶龙首领 嘴中发出恶狠狠的嘀吼 将其暴力地连续砸向地面 震动扩散出去 旁边的湖面上 顿时被震出了一圈圈连衣 湖中咕咚咕咚地冒出气泡 一道道黑影动了起来 砰 在一番蹂躏后 恐暴龙将怪恶龙首领甩飞出去 三只兽隆重随行兽 发出凶恶的嘶吼 那群怪恶龙被震慑得连连后退 好强 好凶悍 小猫震惊地说道 他还是第一次见识 苏毅指挥随行兽进行战斗的场面 他偶尔听过大吴称赞其战斗凶悍 今日他才得以亲身体会 这就是来自狂野蛮荒之地的宝可梦 一旁观战的大木博士 顿时想起苏毅最初向他解释那些宝可梦时所说的话 如今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四嘎 从湖中走出朝他们发出驱赶的嘶鸣 这个岛屿似乎并不欢迎我们 苏毅无奈地说道 小田卷博士说道 看起来这片岛屿上的竞争很激烈啊 也正是这样才会诞生出那么多强大的宝可梦吧 苏毅默默望向北方那块耸立的台地 通过心之力的感知 他隐隐约约能感受到那里涌动的能量 激烈的竞争 能量充沛的大地 这里就像是一个小的新大陆 怪不得这里的宝可梦都那么强大 先撤退吧 大家大可不必如此热情 心之力涌动 冲天的银白色光芒亮起 苏毅挥动龙神丸 气势磅礴的铁蹄光线轰击而出 将一众宝可梦压制 紧接着苏毅趁机放出了霞龙 霞我 霞龙仰天丝毫 白色的雾气迅速弥漫在周围 回过神来的宝可梦们顿时惊异地张望 有些不知所措 平静的湖面上 一道黑影姗姗来迟 他在如今的湖面徘徊一会儿后再次消失 当地人的热情欢迎苏毅长出一口气 无奈地说道 大木博士说道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是入侵者 那么接下来 你们还要在这里进行调查邀大无问道 要是可以 我们当然还想继续调查下去 小田卷博士说道 苏毅略微沉思后说道 要不这样吧 我把霞龙暂借给你们 有了他 遇到棘手的情况也能更方便地逃离 再加上小茂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有霞龙帮助的话 那么就最好不过了 了解霞龙能力的大木博士 欣然点头道 那么就拜托你了 霞龙 苏毅再次放出了霞龙 天空中 大无和苏毅分别骑着各自的宝可梦 两人拿出仪器 对着下方的大地进行扫描 这个黑科技 将这片岛屿的地质结构 一点点扫描出来 构建出一个三维模型 大无看着扫描出来的结果 说道 看样子 这片岛屿的地下 也有不少空间啊 苏毅点头道 是一个很复杂的岛屿 岛屿周围海流汹涌 常年狂风暴雨 雾气笼罩 充斥乱流天气 岛上有大量化石宝可梦 岛屿中心有巨大的台地 下方有地下世界 一连串的地质与天气情况 将这里烘托得无比神秘 但苏毅基本上已经放弃开发这座岛屿了 因为这里的宝可梦的密度很大 虽然竞争激烈 但却是他们的家园 它不能让人类过多地参与进来 否则很容易破坏这里的生态 我们向着倒中央的台地飞去吧 大巫说道 嗯 但是要小心 就在钢凯鸭 踢着崖壁爬升高度 向着台地飞去时 一道巨大的身影 从台地上飞出 遮住了太阳 然后向着苏毅他们急速飞来 哦 修长的绿色身影 瞬息之间冲到了他们面前 嘎呀 经验丰富的钢凯鸭 一个急速变相 躲开了袭击 大巫震惊地说道 裂空做它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苏毅眼睛一眯 看着回过头来 看向他们的裂空座 说道 这不是裂空座 而是变换成裂空座的梦幻 梦幻你所说的幻之宝 可梦就是梦幻吗 大无定了定心神 恍然道 苏毅叹气道 它是这座岛屿上 最大的麻烦 第479章 苏毅 他还在追我 6K 看着苏毅那淡然的眼神 裂空座歪了歪脑袋 他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眼前这个人类 没有露出惊诧的神色 明明他以前出去玩时 只要变成那几个家伙的样貌 那些宝可梦和人类 都会露出惊慌不已的神色 有趣极了 但为什么这个人类 一点反应都没有 既然如此 那就 裂空座化作一团光芒 接着光团扭曲变形 几秒钟后 光芒散去 一直缠绕着雷电的漆黑巨龙出现 并发出威严的咆哮 大无惊讶道 这又是什么宝可梦 苏毅淡然地介绍道 传说的龙宝可梦之一 理想之龙 杰克罗姆 苏毅像是手掌 黑红两色的巨鸟宝可梦出现 传说的气场宝可梦之一 死亡之一 伊培尔塔尔 洛奇亚卡普明明 达克莱伊 梦幻像是较上劲一样 不断变换 但苏毅总是能保持淡然 并准确说出那些宝可梦的名字 咪妖 光芒散去 这次是一只像是粉色小猫的宝可梦 他气鼓鼓地看向苏毅 像是在问他 为什么不怕 苏毅双眉一挑 气定神仙的双手抱胸 苏毅 不怕 就是不怕 只要知道本体 就算梦幻把所有宝可梦都变换一遍 苏毅都不带怕的 梦幻 传说中的宝可梦 这座岛屿包括梦幻 可都是大发现啊 大巫惊叹道 苏毅提醒道 别被他可爱的外表给迷惑了 这边正说着 远处的梦幻眼睛一转 闪过脚侠之色 只见他再次变换成猎空座的样子 使用神速飞袭而来 小心 苏毅大声警示 同时抛出捕获球 天会龙 急速之星 碰 天会龙与梦幻 变成了猎空座 猛烈碰撞 双方被互相打退出去 但很快又猛烈对拼起来 急速飞翔的身形 在空中不断碰撞 对轰 场面无比激烈 为什么他要袭击我们 是因为我们闯入了他的地盘吗 这座斗 都是他的地盘 大无接连问道 苏毅宁生说道 梦幻天性活泼顽皮 好奇心强 但他没有人类的善恶观念 并且 他的实力 也不会让他有什么顾虑 所以 他做事随心所欲 这在我们看来 就是性情反复无常 他既能带来奇迹 也能带来灾难 他可以是天使 也可以是恶魔 而现在 他只是在玩耍罢了 随意实为 无所顾忌的玩意 天空中 猎空座使用破坏光线 扫向天会龙 天会龙灵活转向 顺势发射出 一连串龙气弹笼罩向他 哼 惠心群爆炸 笼罩在黑烟中的裂空 做昂头咆哮 能量澎湃的流星群 冲上天际 做好闪避的准备 苏意大声提醒 碰 流星群炸裂 无数能量流星砸下 如同流星雨 苏意和大吴 指挥着坐下的宝可梦 专心闪避着 天会龙一边闪躲 一边往裂空座的方向冲去 但天空中 早已失去了裂空座的身影 烈 天会龙发出疑惑的叫声 与此同时 苏意正指挥着钢凯鸭 躲开一颗颗流星 突然 光芒一闪 梦幻瞬间出现在他身旁 苏意的余光瞥见梦幻 心中猛然一惊 咪妖 梦幻笑嘻嘻地对着苏意挥了挥手 下一秒 苏意突然瞬移到台地中央的上空 紧接着 重力开始 将苏意迅速拉向地面 哇 突然的瞬移和失坠 让苏意下意识地挥动双手 同时惊呼出声 咪咪咪咪妖 见到苏意终于露出惊慌的神态 梦幻抱着肚子 笑得前仰后合 看起来开心且满意极了 你个小恶魔 苏意顿时咬牙切齿 此时的大巫 钢凯鸭和天会龙 都还在台地旁的崖壁那里 就连翔虫和龙神丸 都被留在了原地 梦幻这时单独把苏意顺移了过来 使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得赶紧放出大空 下坠的狂风吹袭着面旁 苏意立刻伸手摸向口袋 想要取出捕获球 但他刚将手伸进口袋 兜里全部的捕获球 就被超能力控制着飘飞出来 悬浮在梦幻身边 咪妖 梦幻看向苏意 满脸期待地指了指自己 像是在说 来求我啊 可恶 或许梦幻是真的在期待 有人能拜托他 又或者 这就是一个恶作剧 但就像之前苏意说的那样 他没有人类的善恶观念 他只是在随心所欲地 索取自己想要的事物而已 比如 打倒某个欺负弱小的强大宝可梦 他或许是为了心中的正义感 但同时 他也有 可能是享受那种 欺负强者的满足感 这只梦幻的身上 就充斥着这般充满混沌的善恶 苏意对梦幻的了解 大多是通过两部剧场版 分别是波导的勇者 和超梦的逆袭 波导的勇者中的梦幻 像是孩童一般 活泼任性 超梦的逆袭中的梦幻 更加随心所欲 同时也难以理解 捉摸不透 总之 梦幻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宝可梦 他的想法 就如同他的招式 变身那样 变幻莫测 苏意猜测 这只梦幻 有可能会在最后时刻 将自己救下来 这番致命玩笑 就只是玩笑而已 但正因为如此 苏意心中才会非常不爽 你把人命当成什么了 我才不会摇尾起怜 苏意双手握拳 放声怒吓 天会龙 钻紧的拳头里 一抹淡淡的银色光芒亮起 与此同时 台地旁边的崖壁附近 天会龙和钢凯鸭 他们正焦急地寻找着苏意的身影 梦幻把苏意顺移到哪了 大无眉头深皱 这时 钢凯鸭和天会龙 同时微微一顿 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声音 只是那微不可查的呼唤 迅速被旁边那条大瀑布的水声 流给掩盖了 感觉就像是焦急之下的幻听 就当两者都处在惊艺中时 天会龙胸前的生命龙脉时 吊坠亮起淡淡的光芒 苏意的呼唤声 隐隐约约地在他脑海中响起 刷 天会龙立刻若有所感地 看向高耸的台地 接着毫不犹豫地 全力喷射龙气 冲天而起 是天会龙发现苏意了吗 大无立刻抬头看去 想要知道 天会龙到底要去哪里 台地中央的上空 飞速坠落的苏意 看到了从台地边缘冲出的天会龙 那拖着惠伪的赤色彗星 瞬间直冲云端 密幽梦幻惊讶地 随着深空的彗星看向天空 哼 苏意先是轻笑一声 接着挥出拳头 对着天空张开闪烁着光芒的手掌 接住我 天会龙 烈 穿云烈石的鸣蹄 回应了苏意的呼唤 嗖嗖嗖 无数龙气弹 形成密集的彗星群 从云层中射出 轰向了梦幻 梦幻惊叹地叫了一声后 直接使用瞬移躲到了远处 嗖 喷射龙气的身影 冲破云层 向着苏意急速俯冲而来 而苏意与地面的距离 也在飞速拉紧 你办得到吧 天会龙 苏意大喊着 充满心爱的眼神 与天会龙的双眼对上 烈 天会龙胸前的生命龙脉石 绽放的光芒更加耀眼 澎湃涌动的龙气 透过甲铐的间隙 绽放赤红的光芒 那一道道赤色线条 勾勒出神秘的纹路 布满天会龙的身躯 那一瞬间 天会龙再度枷锁 咻 音障被轰破 天会龙快速冲向苏意 紧接着枪翼强行扭转 在靠近苏意时陡然减速 同时 天会龙对苏意伸出了利爪 啪哒 苏意牢牢抓住了天会龙的爪子 下坠的趋势顿时一缓 紧接着 天会龙再度调整枪翼 龙气喷射的方向改变 天会龙划过一个巨大的弧度 掠过近在咫尺的地面 然后再度爬升 冲向天空 刷 天会龙旋转身体 将苏意往上方一抛 接着再转回来 让苏意稳稳落到他的背上 同时 身躯上的龙气鸿芒 缓缓引去 天会龙 苏意轻轻抚摸天会龙的甲铐 一切静在不言中 咪妖 远处的梦幻 正正地看着成功与天会龙会合的苏意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欣喜之色 咪妖 梦幻突然兴奋地大叫一声 然后身体变成光芒 开始飞速变换 还要来吗 那让他见识一下可能性的野兽 带来绝望的凶星 在听到他的呼唤时 化作希望之心赶赴而来 这就是他们的可能性 嗡 光芒散去 梦幻再次变成裂空座 想在天空决战吗 正有此意 我们状态正好 苏意将手轻轻 按在天会龙的后颈 心之力的光芒 缓缓亮起 此时此刻 苏意和天会龙的心跳 像是一个个跳动的古典 相互交织 斜奏 如同庄严辉弘的大合奏 天会龙胸前的生命龙脉时 再度亮起光芒 龙气再度沸腾 赤红的光芒从假靠的间隙中透出 化作一根根线条 在天会龙的身上 勾勒出赤红的纹路 吼 猎空座大吼一声 使用神速 以极快的速度冲来 出界 苏意低吼一声 那声音同时在天会龙的脑海中响起 哄 龙气爆发 天会龙以更快的速度后发先至 冲向了猎空座 碰 两者激烈相撞 但猎空座 追了出去 天会龙 苏意怒吼一声 一切皆在不言中 嗡嗡嗡 龙气引擎在超功率运转 赤红的龙气剧烈喷吐 并渐渐化作白赤 推进之力迅速节节攀升 碰 猎空座顿时被撞到台地的岩山上 只听轰隆一声 巨大的岩山被撞得粉碎 吼 躺在碎石中的猎空座仰面 朝着天会龙发射出流星群 龙之波动 苏意都不需要开口 惺惺相连的感觉 让苏意的念头移动的瞬间 天会龙就进行了动作 只见枪翼的六个喷气口中 涌出赤色的龙气 迅速汇聚成形似 天会龙的龙系能量波 并轰向彗星群 而天会龙则借助龙之波动的反作用力 迅速远离 哄 龙之波动引爆了流星群 而巨大的流星爆开后 形成流星雨 继续向天会龙散射而来 但由于借助龙之波动 拉开了距离 天会龙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反应 用彗星群 苏意与天会龙的想法逐渐融合 并渐渐一致 枪翼的喷气口中 源源不断地喷射出龙气 但影像流星群 赤色的彗星与紫色的流星 不断轰击 爆碎 仿佛在天空中 上演了一场星体撞击后 粉碎四箭的画面 刷 能量的乱流中 裂空座修长的身姿蜿蜒飞出 冲向了天会龙 刚毅 天会龙用一只枪翼支撑飞行 另一只枪翼 而裂空座的反应也很快 立刻使用龙爪 抓住了刚毅 呼 裂空座趁机张开嘴 准备再次使用流星群 来一个近距离轰炸 休想 苏意的脑海中 迅速闪过一个想法 天会龙立刻心领神会 裂 枪翼扭转 喷吐的龙气 带着天会龙回旋扭转 刚毅从龙爪中强行滑出 接着迅速旋转一周 完成了一个类似回旋斩的动作 并最终展向了裂空座的头部 好 再度冲了上来 试试这招如何 天会龙全力爆发 以裂空座不能及的速度 远远甩开了他 并冲上了天空 接着 赤色的彗星 开始在天空中盘旋叙事 哦 裂空座警惕地 望向天空中的彗星 时刻做好应对冲击的准备 此时的苏意 死死抓住安坐 天会龙的装备 帮他最大程度地抵御了 高速带来的负担 而他与天会龙的意念 正高度融合 两者的情绪 如那沸腾的龙气那般高昂起来 嗖嗖嗖 高速盘旋的天会龙 突然从喷气口 释放出无数升红的龙气弹 像施展彗星群那样 密集地轰向下方 哦 裂空座立刻扭动修长的身躯 在彗星群中灵活躲避 但就在那一瞬间 天会龙突然加速俯冲 与彗星群一同冲向了裂空座 猝不及防间 裂空座 就连使用神速都无法完全躲开 被天会龙从天空中撞下 只听轰的一声 赤红的龙气爆炸 声腾起闪动着赤色闪电的黑气乌云 黑雾与龙气散去 裂空座伤痕累累地躺倒在坑洞中 天会龙喘着粗气 周身的龙气纹路退去 看起来有些疲惫 苏毅翻身从天会龙的背上跳下 顿时一个亮呛 差点没站稳 他五落五脑袋 有些头疼 并且晕乎乎的 像是宿醉过后一样 是超负荷了吗 苏毅一屁股坐在地面上 喘息着看向列空座的方向 熊孩子 一天不打 上房接瓦 看你还嚣张 把我的伙伴还给我 咪哟 梦幻变回原样 此时他俨然一副惨兮兮的样子 但他依旧变现出 一副气鼓鼓的模样 咪哟 梦幻突然大叫一声 一股未知的粉色能量扩散出去 苏毅这才发现 他们位于台地中央的一个山谷中 周围绿草芬芳 河流汇聚 一颗颗粉色的金石 镶嵌在大地上 显得十分神秘 而梦幻的叫声 引起了那些粉色金石的共鸣 一股能量汇聚向他 梦幻身上的伤势 在飞速恢复 则 还有第二阶段的苏毅 不爽地强打精神 咬着牙站了起来 同时打开狩猎指南 准备拿出后背的伙伴 恢复状态的梦幻再度变换 这次他变成了一个苏毅熟悉的敌人 地牙卢卡 苏毅的嘴角 顿时微微一抽 哗啦啦 此时 远处的河面上 闪过一道黑影 接着河中突然缓缓出现一个漩涡 与此同时 一个虫洞浮现并缓缓扩张 平 粉色的能量壁 阻止了某个存在的突破 但在一下又一下的冲击中 粉色屏障的能量 在一点点被消耗 苏毅 这时 大巫和钢凯鸭出现在山谷边缘 显然是通过战斗的动静找了过来 来得好 龙神丸和翔闯也到了 我能打一整天 苏毅扶下一颗密钥 缓缓振作精神 平 刺耳的碎裂声响起 地牙卢卡看向远处的河流 怎么了 苏毅跟着看了过去 只见远方的河流上方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虫洞 此时 他正在飞速拓宽 河流也随之翻腾 巨大且鬼魅的身影 缓缓从虫洞中出现 苏毅吃惊道 奇拉蒂娜 他怎么找过来了 瞎呀 奇拉蒂娜 转化为别种形态 朝苏毅发出了尖锐的嘶鸣声 可恶 那家伙还在追我 真是阴魂不散 苏毅立刻从物品中 取出地牙卢卡的宝珠碎片 刷 奇拉蒂娜的身影突然消失 这是他使用暗影前夕的前照 苏毅和天会龙 立刻警戒起来 环视四周 只是奇拉蒂娜再次出现时 却突然出现在了地牙卢卡的身后 碰 本想悠哉看戏的地牢卢卡 被狠狠撞翻出去 显得无比狼狈 咪妖 梦幻立刻变回真身 愤怒地朝着奇拉蒂娜叫唤着 但奇拉蒂娜并没有对地牢卢卡的变换感到意外 而是对梦幻发出了低沉的吼声 这是 什么情况 苏毅一脸费解 瞎 奇拉蒂娜转过头 看向苏毅 同时微微看向她手里的碎片 奇拉蒂娜的眼神有些耐人寻味 而激励的梦幻 同样注意到了奇拉蒂娜的眼神 她眼珠一转 脸上再度浮现脚侠的神色 咻 梦幻突然瞬移到了苏毅的身边 紧接着抓住宝珠碎片再度瞬移走 你个小偷 面对梦幻那神出鬼没的瞬移 苏毅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碎片被夺走 这甚至不是招式瞬间移动 而是她本身的能力 封住变化招式都没用 咪幻 梦幻好奇地看着手里的碎片 瞎呀 奇拉蒂娜则是感应到什么 突然发出一声嘶吼 嗡 一瞬间 一道屏障笼罩了整个山谷 空间迅速裂开一道缝隙 一头巨龙目吼着降临 地牙鲁卡 这就找上来了 苏毅惊骇到 地牙鲁卡胸前的宝珠完好无缺 似乎被她修复好了 但她现在的状态有些不对劲 她的双眼散发出射人的红光 浑身的气场非常狂暴 周身的湛蓝色能量震荡着大气 压迫感十足 咪幻 梦幻吓了一跳 想用瞬移的能力逃走 却直接撞上了屏障 我 地牙鲁卡居然无视了奇拉蒂娜 直接对苏毅发起了进攻 哄 狂暴的时光咆哮轰向苏毅 苏毅拉住飞来的虫丝 显知又显得躲开了 但能量爆发的气浪将其先飞出去 让她撞在了一棵大树上 瞎呀 奇拉蒂娜立刻发射出树莓波导弹 轰向地牙鲁卡 但地牙鲁卡不为所动 直接冲向苏毅 靠 地牙鲁卡还在追我 苏毅忍着痛苦 连续拉扯虫丝 想要远离陷入疯狂的地牙鲁卡 但地牙鲁卡紧追不舍 奇拉蒂娜使用暗影前夕 想要将地牙鲁卡撞退 但在那一刹那 地牙鲁卡周身的湛蓝色能量 瞬间向着四周扩散出去 屏障笼罩之内 喷吐龙器冲来天会龙 放出宝可梦想要进行支援的大巫 刚从隐身中浮现的奇拉蒂娜 他们的动作全部变得缓慢无比 并有渐渐停止的趋势 苏毅悚然一惊 时间停止 哇 地牙鲁卡来到了苏毅面前 发出湛蓝色的能量 笼罩向了苏毅 无命休矣 苏毅顿时感受到一股力量 想要将它从时间中抹去 这时 腰间的狩猎指南上 封面的苍蓝星亮起光芒 与地牙鲁卡的能量进行对抗 哇 地牙鲁卡发出一声怒吼 加大了能量的输出 这时 苏毅身后的空间碎裂 显现一片混沌 而在那片混沌中 浑身生腾起粉色能量的帕鲁奇亚 对地牙鲁卡发出嘶吼 同时伸出爪子 将一股粉色的能量传递给苏毅 使其与地牙鲁卡的能量进行对抗 两股能量相互碰撞 扭曲 爆炸 最终打开了一个虫洞 砰的一声 地牙鲁卡被震退出去 周遭禁止的一切都恢复了运动 虫洞爆发出巨大的犀利 想要将周遭的一切都吞噬进去 刷 陷入昏迷的苏毅被吸进了虫洞 狩猎指南上的苍蓝星发出光芒 保护着在无尽混沌中飘荡的苏毅 给大家说声抱歉 最近一段时间日夜颠倒 忙得昏头 第480章 穿越 然后被幕后黑手捡到 苏毅是被一阵颠簸给弄醒的 醒来的第一时间 他就感觉到浑身上下 包括脑子都是疼的 耳边传来咕噜咕噜的车轮滚动声 咯噔噔噔的马蹄声 还有木头摇晃摩擦的嘎吱声 我这是在木头马车上 微微睁开眼睛 阳光从棚部之外照射进来 让他下意识地伸出手遮挡 嘿 你终于醒了 苏毅顿时一个机灵 这词怎么这么熟悉 我不会穿越到其他世界了吧 苏毅撑着身体坐起来 打量四周 一个穿着蓝黄香剑服饰的短发女性 对他挥了挥手 车厢内装了许多木箱 布袋之类的容器 随着马车的颠簸 如果这些容器只是微微摇晃 看起来里面装了不少东西 这里是苏毅摸了摸脑袋 眼前之人的服饰有些眼熟 但他此时脑袋晕乎乎的 还没反应过来 这里是银杏商会的马车 我们的成员在天关山附近捡到了你 对了 我叫翠莉 短发女子解释道 这时 车厢前方的帘子被撩开 一位与翠莉穿着同样服饰 须发揭白的慵懒男子探头进来 苏毅透过帘子 看到前方有一匹烈焰马在拉着车 苏毅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还好 自己应该还在宝可梦片场 小伙子 要不是摘下了你的头盔 我还以为你是宝可梦吗 男子说道 苏毅低头一看 自己身上依旧穿着天会龙一套 只是头盔被取下来了 白发男子继续说道 我叫银人 是银杏商会的统领 见对方都进行了自我介绍 苏毅礼貌地说道 谢谢你们救了我 我叫苏毅 同时 苏毅也微微明白过来 银人 银杏商会 怪不得这制服有点眼熟 这里不就是古代的神奥地区 被称为喜翠的时空吗 银杏商会是一个油商团体 他们行走在喜翠地区 收购和售卖各种各样的东西 而会长银人 根据他的样貌和坐姿推测 他很有可能是未来神奥地区的 电系道馆馆主电刺的祖先 不过虽然说是古代 但按照时间跨度来说 这里距离宝可梦世界的现代 可能也就两三百年的时间 苏毅心中暗道 是因为地牙卢卡摩我 穿越回过去了 还是神奥地区的过去 这个东西 应该是你掉落的吧 当时就在你的身边 话说你真幸运呢 在遇到我们之前 没被宝可梦吃掉 这时 又有一个人从马车前方探头进来 一边说话 一边伸手递给苏毅一样东西 苏毅抬头看去 那笑眯眯的脸 却顿时让他呼吸一致 那个男人同样穿着银杏商会的服饰 黄色的长发遮住左眼 他脸上带着和煦的微笑 模样酷似未来的神奥冠军竹篮 但苏毅并不是因为他的美貌而正主 而是因为眼前这个人 望罗 是曾让洗脆地区陷入危机的罪魁祸首 他表面上是银杏商会的商人 但其真实身份 是古代神奥人的直系后代 知晓神奥三神 以及创世神阿尔宙斯的存在 拥有旺盛的好奇心 最新于古代知识 渴望见到阿尔宙斯 并让其重新创造世界 总之 这个竹篮的祖先 是个危险的家伙 苏毅下意识地摸向口袋 但摸了个空 他猛然想起来 梦幻用超能力 将他的捕获球都抢走了 紧接着他摸向腰间 还好狩猎指南还在 怎么了 这个 不是你的东西吗 望罗露出疑惑之色 苏毅稍稍定了定心神 没有选择打开狩猎指南 望罗这个家伙虽然危险 但也不是那种狠毒凶恶之人 在达成目的之前 他会一直伪装下去 现在不宜暴露太多东西 也不宜起冲突 苏毅目前应该也是安全的 先看看具体情况再说 苏毅看向望罗递来的东西 随即有些惊讶地张了张嘴 那是一个套上了 阿尔宙斯手机壳的手机 宝可梦传说 阿尔宙斯主角的同款 即阿尔宙斯手机 他的穿越 和阿尔宙斯有关吗 苏毅心中思绪纷飞 同时伸手 结果阿尔宙斯手机 小生很好奇 如果不介意的话 能不能告诉我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望罗微笑着问道 他一定是看出什么了 望罗是阿尔宙斯的狂热粉丝 他展露身份时 头发梳成阿尔宙斯模样 一身阿尔宙斯的周边服饰 这阿尔宙斯手机 估计已经引起他的疑惑 和好奇了吧 苏毅镇定地说道 一个镜子罢了 镜怎么倒是很精致啊 考虑出售给我妖望罗问道 苏毅果断决绝道 不好意思 我不缺钱 望罗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色 而是笑道 抱歉抱歉 是我唐突了 伤人的天性 就是想要了解各种新奇的事物呢 你应该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被遗漏了吧 望罗问道 苏毅稍微想了想 他并不确定 是否只有他一人穿越过来了 但他被吸进虫洞前 身上的确就这些东西 其他的都在狩猎指南里 应该没有了 那就好 望罗笑着说道 只是那笑眯眯的眼神 闪过一丝耐人寻味的神色 这时 翠莉说道 你应该好好感谢望罗呢 是他在天官山附近发现了你 然后背着你走了老远的路 才找到了我们 要不然你 恐怕是要横尸荒野了 野外的宝可梦非常危险 更别说是喜翠时期的野外 在这个时期 可是有很多人被宝可梦杀死 虽然望罗的想法很危险 但也的确是救了他一命 在这个时期 鸣峰还没有现代那么淳朴 可不会有太多人 愿意在危险的野外 救助一个衣着怪异的陌生人 谢谢你 苏毅微微认真的说道 哈哈 就当交个朋友 对了 还没有自我介绍呢 刚刚翠莉提到过 我叫望罗 望罗笑眯眯地伸出手 苏毅微微一顿 也伸出手和他握了握 苏毅 你是来自什么地方的呢 望罗热情地和苏毅攀谈起来 加乐 我听说过 那是个很遥远的地方呢 但你为什么会昏倒在天关山附近呢 致敬传奇猎魔人杰洛特 望罗 嗨嗨 被摔下来的 是因为宝可梦吗 是猎咬露沙 原来如此 天关山附近 的确有这种危险的宝可梦吗 只是被摔下来 你的运气真好 望罗感叹道 对了 苏毅你为什么 而来到喜翠的呢 24岁 是猎人 猎人猎杀宝可梦吗 好厉害 这里的很多人 都对宝可梦逼之不及呢 并不是 我是宝可梦训练师 同时也是怪物猎人 宝可梦训练师 和宝可梦训话师一样吗 怪物又是什么 某些宝可梦的别称吗 算是吧 好了 我的头还有点痛 想休息一下 苏毅和望罗胡吹乱扯 翠丽好奇的旁听 迎人慵懒地看着前路 像是在发呆 我们的目的地是住庆村 苏毅你想要去哪里 不知走了多久 迎人突然问道 苏毅思考了一下 问道 能不能暂时跟着你们 进入住庆村 两久 就在苏毅以为 沉默就是代表拒绝时 迎人才慢悠悠地叹气道 行吧 苏毅 第481章 在喜翠寻求泄后 是否搞错了什么 摇摇晃晃的马车 驶入一片原野 苏毅靠在车厢内 从腰间的药袋子里 取出一颗密药服下 缓解了一下身体的疼痛 但脑袋还是有些昏昏沉沉的 可能是与天慧龙一念合一时 消耗得太多了 你吃的那是什么药吗 苏毅对面 望罗好奇地问道 是呀 很难吃 是只胃疼的 苏毅胡周道 望罗这家伙 从马车前方坐到了车厢内 然后就一直在对面 偷偷观察苏毅 搞得苏毅都没有机会 查看阿尔宙斯手机 和狩猎指南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 自己还有什么是能够运用的 阿尔宙斯的目的是什么 苏毅通过闲聊推测 望罗应该还没有开始进行 搜集石板的计划 现在表面上仍是个 好奇心旺盛的商人 只是不知道 他是否已经和奇拉蒂娜接触 竟然让时空双神陷入狂暴 想到这里 苏毅就不由地暗叹道 不知道天慧龙和鹿草他们怎么样了 狂暴的地牙卢卡 目的不明的奇拉蒂娜 小恶魔般的梦幻 大巫 我的好友 他们就交给你了 Hello 迎信商会的各位 能不能请你们帮个忙 银河来到一片草原时 一声呼喊叫住了他们 一个胖乎乎的男人 一边朝这边小跑过来 一边挥舞着双手 是银河队的拉本博士啊 银人挠了挠头发 叫停了烈焰马 呼哈 是是银人会长啊 你来得正好 能不能请你 帮个忙胖乎乎的拉本博士 气喘吁吁地问道 什么事 银人一边暗叹麻烦 一边懒洋洋地问道 我带来的三只宝可梦 突然趁我不注意跑散了 我实在追不上他们 而且 我投掷精灵球的水平很差 要是我空手回去 一定会被星月组长骂死的 拉本博士的脸上 露出焦急和恳求的神色 银杏商会 需要游走于洗脆各地 他们可能会遇见 各种各样的危险 所以 他们有不少人 驯化有宝可梦 比起他这个 对捕活宝可梦一窍不通的人 这些有经验的人 应该能帮到他 麻烦 但银河队的那几位 都是我们商会的老主顾 银人嘟弄几句 然后侧头对车厢内说道 望罗 就拜托你来解决吧 好的 望罗笑着答应道 苏毅微微探出头 看向了拉本博士 他是洗脆地区的宝可梦博士 隶属于银河队的调查组 负责调查洗脆地区的宝可梦生态 同时立志完成洗脆地区的宝可梦图件 在游戏中 他不仅给予主角出使宝可梦 在捕获和调查宝可梦时 给予各种帮助 他还会协助发布各种委托给主角 换成怪物猎人的视角 他就是个接待员兼编撰者 宝可梦版的Abo 嗯 是个可以在一些事情上 给予一定信任的好人 对了 苏毅也是宝可梦驯画师吧 不如一起来帮忙吧 坐在车里 应该被晃得浑身酸疼了吧 正好出来活动一下 望罗突然说道 行吧 苏毅没有拒绝 苏毅跳下马车 微微张开手臂 感受着旷野上吹过的风 这位也是你们商会的人吗 这身上穿的是铠甲 好奇怪 拉本博士好奇地打量着苏毅 苏毅戴上头盔 和望罗走向拉本博士 目标在哪 苏毅直截了当地问道 拉本博士有些坠坠地看向他 比起全身覆盖铠甲 看上去冷酷怪异的苏毅 笑容和煦地 望罗更让他感到舒服 跟我来 先把这几个精灵球给你们 拉本博士将几个圆球 分给苏毅和望罗 苏毅拿起来 好奇地打量了一番 这些精灵球 与现代的精灵球不同 首先 这些古代精灵球 没办法像现代的精灵球那样 缩成胶囊状 其次 古代精灵球摸起来有木质的手感 能很明显地看出 是由某种树果制成的 重量比现代精灵球略重 细节也相较粗糙 最后 这些精灵球的闭合中心 是类似锁扣的结构 而不像现代精灵球那样 是一个简洁的按钮 在这个时代 精灵球都是手工制造的 你们只需要帮我捕获它们就行了 但千万别让它们跑远了 而且 你们要小心 拉本博士带着它们来到不远处的一个水池边 只看到一只火球鼠 爬在岩石上晒着太阳 一只水水塔在水池中细水消暑 一只木木枭 站在池边的一棵树上 安逸地打着盹 它们未来分别是成都 合中 阿罗拉三个地区的玉三家之一 真搞不懂拉本博士 是怎么搞到它们的 苏伊和望罗蹲在一旁的草丛中 观察着这几只宝可梦 看起来很悠闲呢 是个好机会 苏伊小哥 你会投掷精灵球的吧 望罗确认道 我真的是宝可梦训练家 苏伊说道 好吧 那么我就负责木木枭和水水塔 火球鼠就交给你了 望罗说着 拿起精灵球 开始悄悄靠近 苏伊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趁着望罗将注意力 全部放在那几只宝可梦时 取出了狩猎指南 要是有宝可梦或随行兽的帮助 捕捉这几只小家伙 还不是手到擒来 可是 当苏伊翻开狩猎指南时 他瞬间如雷轰顶 刷刷刷 苏伊焦虑地快速翻开书页 可是里面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有了 碰 苏伊合上狩猎指南 封面上的苍蓝星 只是发出微不可差的光芒 是受到穿越时空的影响吗 这应该只是暂时的吧 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苏伊的内心顿时焦虑起来 如今的处境 倒是没让他受到什么影响 但他还有好几位伙伴 还存放在狩猎指南中呢 他们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狩猎指南 到底会不会恢复正常 我现在完全是孤身一人了吗 我还能回去吗 苏伊深吸一口气 迅速让自己镇定下来 接着拿出了阿尔宙斯手机 告诉我 阿尔宙斯 我该怎么做 点亮手机屏幕 上面浮现出一段文字 怪物与宝可梦有何一同 你想要的是什么 去解决这一系列 与你有关的事件吧 在这片大地上重逢与邂逅 取回属于你的东西 一切平息之后 我会在天关山顶 等待着你的答案 随后 屏幕熄灭 借着狩猎指南微微一震 苏伊赶紧打开一看 地图那页正常显现了出来 除了他一路走过的地方 其他位置都是一片迷雾 而迷雾中 有许多标记点 看样子 像是某种引导 苏伊深吸一口气 冷静了下来 所以 这是一场试炼吗 与我有关的事件 重逢与邂逅 就在苏伊陷入沉思时 周遭的环境 突然开始发生变化 不会压战力 只是有新的故事 放心 第482章 时空歪曲 4.2K 望罗借助草丛的遮掩 悄悄从背后靠近水水塔 同时握住精灵球的手 微微蓄力 瞄准了小家伙的脑袋 这是宝可梦驯化师 捕获宝可梦的常用方法 利用结实又沉重的 手工精灵球砸猛宝可梦 同时趁机将其收入球中 完成捕获 如同拐卖一般 喜翠人 今天又是没有通过宝可梦对战 就收服了宝可梦 当然 这种方法主要是用来 对付这些弱小的宝可梦 被投出精灵球时 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一个半球形的混沌立场 笼罩住这一大片区域 时不时有闪电 在这片混沌的领域中闪烁 显得十分诡异 咪娇 孤 三只宝可梦被吓了一跳 立刻仓皇逃窜出去 发生什么事了 迎人一边安抚狂躁的烈焰马 一边警惕地观察四周的变化 慵懒的眼神变得凝重起来 众人既惊诧又无措 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 未知的变化令人不安 苏伊神色一沉 这个现象他再熟悉不过了 当初在探索风源沙漠里的幻影之塔时 就出现过类似的现象 其名为时空歪曲 是由时空双神的异常活动 而引起的时空错乱现象 在游戏中 时空歪曲内会出现一些 不属于这个时空的东西和宝可梦 而按照之前苏伊实际遇到的情况进行推测 时空歪曲内原有的东西和生物 也有可能被传送到其他的时空 总之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 望罗已经和奇拉蒂娜合作了 怎么苏伊心中暗道 同时暗中观察望罗 只见望罗抬头望着混沌的穹顶 脸上带着和众人相似的惊奇之色 但眼神中却深埋着莫名的兴奋 情况不妙 赶紧将他们捕获 然后离开这里吧 苏伊出声提醒道 望罗惊讶到 还要捉吗 没必要吧 苏伊的脚步顿时微微一顿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瘆人啊 捉到小家伙们了 麻拉本博士小跑过来 焦急地问道 望罗遗憾地摇了摇头道 怎么会这样 这该怎么办 拉本博士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 银人驾驶着马车跑了过来 说道 快走吧 这个情况很不对劲 可是 那三只重要的宝可梦 拉本博士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望罗打断道 博士 这种情况下 任何宝可梦都是危险的 而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弥足珍贵的 拉本博士无力地张了张嘴 将恳求的话语咽下 面如死灰 的确 他没有权利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他 而且 在大多数人的想法中 宝可梦都是避之不及的危险生物 不去提防和驱赶就不错 就算是被驯服的宝可梦 大多数宝可梦驯化师 也绝对不会为其冒险 啪 一只有力的大手 排在拉本博士的肩膀上 他们 对你来说很重要吧 对你来说 他们是什么呢 苏毅 看向拉本博士 拉本博士 看向苏毅 虽然因为头盔他看不清苏毅的表情 但他却能感受到苏毅此刻的认真 他组织着语言 逐渐坚定地说道 是很珍贵的东西 虽然他们很调皮 但相处久了 他们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 没错 他们不是什么危险的生物 他们现在只是被吓坏的孩子 苏毅头盔下的面庞上勾起一抹微笑 即使是在大多数人都讨厌 害怕 敬畏宝可梦的年代 依旧有人相信宝可梦 想要和他们共处 或许就是一个个这样的人 经过世世代代代的努力 才能开拓出那样的未来吧 你一定很想把他们找回来吧 当然 那么就交给我了 苏毅揉了揉手腕 阿苏毅 你是认真的魔网罗文言惊讶到 哼 正因为我是宝可梦训练家 所以我会去保护别人真实的宝可梦 苏毅轻哼一声 轻轻握拳 这一幕的苏毅 让拉本觉得无比帅气 拉本博士 我叫苏毅 那三个小家伙 应该会听一些你的话吧 苏毅带着拉本博 是跑往小家伙们逃跑的方向 只要他们玩够了 一般情况下都会听我的话 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突然停在这里 不愿意离开拉本博士 擦着汗说道 那就好 你应该知道 他们喜欢躲在哪里吧 苏毅冷静地问道 看现在这个情况 时空歪曲内的时空转移 应该还没有开始 目前还是安全的 还有时间 啊 对对对 木木骁喜欢躲在高草丛中 水水塔应该会躲进水里 火球鼠大概率会躲在岩石下 稍稍稳定住情绪的拉本博士 立刻反应过来 将三只宝可梦的情报 如鼠家真的说了出来 这就好办了 苏毅环视四周 平原上有不少树木 但指灵星分布着几处草丛 水池和岩石寻找范围不大 木木骁 拉本博士大喊 不远处的草丛中 突然轻轻晃动 苏毅立刻亲手轻脚地靠近 然后缓缓拨开草丛 姑 小家伙的脑袋 瞬间扭过180度看向苏毅 结果 被他头盔上的发光眼部 吓得大声惊叫 木木骁不要怕 我们是带你回家的 拉本博士立刻跑过来安抚 姑 木木骁看到拉本博士 立刻扑上翅膀 飞到他怀中 没事了 没事了 拉本博士抱着木木骁 轻轻抚摸他的羽毛 木木骁的情绪 渐渐稳定下来 继续 苏毅迅速跑向附近的几个小水池 定睛仔细观察 但由于池水 倒映着时空歪曲中的昏暗景象 所以让人看不清池中的东西 噼里啪啦 闪电乍响间 苏毅立刻敏锐地发现 其中一个小水池中 咕噜噜地冒出一串气泡 苏毅立刻拍了拍拉本的肩膀 指向那个水池 拉本博士立刻心领神会地喊道 水水塔 但不知道是不是听不到 或者被吓坏了 小池塘中没有动静 时间不等人 苏毅先是将精灵球装在投射器上 接着从旁边扛起一块大石头 轰的一声砸进水池里 哗啦啦 池水飞溅 只听咪咎 一声惊叫 水水塔跳出水池 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随便找了个方向跑去 但苏毅眼疾手快 抬起投射器 瞄准与发射一气呵成 精灵球飞射出去 嘟吻的一声 砸在水水塔的脑袋上 咪咎 头晕眼花的水水塔 在晕倒前被收入了球中 世纪聪权 抱歉了 苏毅跑过去 将宝可梦球递给拉本博士 拉本博士感激道 太谢谢你了 还差火球数 嗯 苏毅点了点头 接着环石四周 找到一块最大的岩石 然后和拉本博士 跑了过去 火球数 拉本博士大声呼唤 哇 回应她的是一声 蕴含着愤怒的吼叫 接着一个壮硕的身影 从岩石后走出 看向苏毅这边 拉本博士惊声说道 是圈圈熊 它们非常凶暴危险 但这体贴草原 应该不是它们的栖息地 那大概率 是被时空歪曲带来的了 哦哦 突然被带入陌生的环境 圈圈熊显得惊怒异常 她二话不说 就挥舞着熊爪 朝拉本博士扑了过来 怎么办 拉本博士一时间六神无主 把木木骄借我一用 咕 苏毅从拉本博士的怀中 将木木骄抱过来 接着捡起一块石头 砸向圈圈熊 将他的注意力 全部吸引到他身上 木木骄 随便什么招式 朝他招呼过去 苏毅说着 运用心之力 给木木骄进行增幅 咕 木木骄感受到自己状态大好 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于是 他立刻扇动翅膀 对圈圈熊使用了启风 咕 强劲的大风吹向圈圈熊 顿时将气吹退了好几步 咕 木木骄惊讶地看向自己的翅膀 自己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强了 但圈圈熊只是被稍稍阻挠而已 他怒吼一声 再度冲了过来 效果不太行啊 想要依靠木木骄 击败圈圈熊 太难为他了 苏毅将木木骄放在地上 嘱咐道 你在旁边辅助我 咕 木木骄抬起翅膀进了个礼 然后扑扔翅膀飞起来 跟在苏毅身后 苏毅双拳对碰 迎向圈圈熊 来和我打 哦 圈圈熊挥出利爪 使用了劈开 苏毅此时无比冷静 他不退反镜 冲入圈圈熊的怀中 同时抬手格挡住圈圈熊的小臂 阻挡了他的进攻 接着另一只手去臂抬肘 对着圈圈熊胸口的圈圈花纹 来了的顶心肘 碰 圈圈熊顿时呼吸一致 双目暴突 微张的口中 飞溅出几丝口水 呜 净两米高的圈圈熊 连退竖步 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缓了过来 一旁 拉本博士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喂 别发呆 快去找火球鼠 苏毅见状大声提醒道 哦 知道了 拉本博士 立刻小跑向远处的岩石 呜 稍稍缓怪的圈圈熊 发出暴怒的咆哮 接着全身冒出光芒 微微叙事后 全力猛冲过来 十万玛丽摩苏毅冷静观察 在圈圈熊靠近时 才翻滚躲开 接下来的是魂系游戏时间 躲开攻击的苏毅 立刻剑缝插针地飞起一脚 再次将其击退 圈圈熊发了狂的挥舞力找乱挥 苏毅不乏灵活地躲闪 嘿 木木霄 来点作用啊 苏毅大喊道 微微看待的木木霄 立刻反应过来 煽动翅膀吹出大风 阻挠了一下圈圈熊的进攻 苏毅趁机再度弃圈而上 暗鸣强机 包裹着铠甲的权力冲刺 重拳轰出 圈圈熊亮枪后退出好几步 最终半跪在地大口喘息 没有武器 就不是猎人猎人 岂是如此不变之物 苏毅摆了摆肩膀 舒展了一下身体 区区圈圈熊 传言村长普贤的侄女文书 能徒手打倒青熊兽 那我徒手打倒圈圈熊 倒是不值一提了 比起晾仔金狮子来说 你还差得远呢 苏毅轻哼道 苏苏毅 救救我 不远处 胖乎乎的拉本博士 抱着瑟瑟发抖的火球鼠 发足狂奔 身后一只毒枯蛙 在穷追不舍 这时 圈圈熊恶狠狠地站了起来 显然并不服气 则 苏毅按道麻烦 他先是将拉本博士 给的一枚精灵球 丢向圈圈熊 将其收了进去 但精灵球立刻剧烈晃动 并喷出气体 紧接着 苏毅抬起投射器 对准毒枯蛙 发射出一枚石子 在投射器施加的动能下 毒枯蛙被石子打得生疼 于是 他立刻带着满眼的怒火 转头冲向了苏毅 碰 这时 精灵球破碎 挣脱出来的圈圈熊 仰天怒吼 见苏毅即将腹背受敌 拉本博士焦急地大喊道 小心 苏毅冷静下令道 木木霄 集中对圈圈熊的脑袋 使用起风 咕 木木霄立刻扇动翅膀 一阵狂风席卷圈圈熊的脑袋 顿时让其手忙脚乱 而苏毅在等毒枯蛙飞速靠近后 突然激发投射器 射出飞响爪 突袭毒枯蛙的面门 打了他的猝不及防 Get over here 苏毅猛地发力一拽 毒枯蛙瞬间失衡 闷头撞向刚刚缓过神来的圈圈熊 碰 一声巨大的闷响 圈圈熊和毒枯蛙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 搞定 苏毅拍了拍手 咕 木木霄落到苏毅的肩头 开心地伸出翅膀 想要和苏毅击掌 好吧 合作愉快 苏毅微微一笑 伸手轻轻一拍 咕 木木霄开心地挥动着翅膀 木木霄 我们两个真是太强了 看完全过程的拉本博士 万分惊叹道 这就是宝可梦训练家吗 既能靠肉体单挑宝可梦 又能和宝可梦配合 真是超级厉害 小家伙都找到了 我们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苏毅说道 好的 拉本博士气喘吁吁地应道 轰隆 一道闪电 在他们不远处落下 亮起刺眼的光芒 咕 木木霄顿时吓得 躲进了苏毅的怀里 熬熬 雷光散去 一道高大的身影 低吼着抬起头来 射人的红光 穿透昏暗的环境 直视向苏毅这边 头目宝可梦的红眼 原来不是特效啊 看着眼前 至少十米高的头目大钢蛇 苏毅咽了咽口水 这是给他随机 这个你能对付腰拉本博士 颤身问道 有武器我 倒是能打 但现在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快跑 苏毅喝道 话音一落 拉本博士拔腿就跑 第483章 拉本 他简直就是超人 虽然拉本博士 看起来胖乎乎的 但他经常需要到 野外调查宝可梦 遇到危险时 也是能跑得很快的 或许他和小田卷博士 能有很多共同话题 苏毅和拉本博士 一路飞奔 跑出时空歪曲的范围后 继续埋头猛冲 不一会儿 迎面驶来一辆马车 再看到苏毅他们后 望罗立刻跳下马车 跑了过来 你们 没事吧 找到那几只宝可梦的望罗 略带惊讶地问道 拉本博士气喘吁吁地说道 呼呼 没事 多亏了苏毅 我们有惊无险地 将三只宝可梦都找回来了 哦 那里面发了什么事情 蒙望罗好奇地追问道 拉本博士稍稍贫喘息后 略带激动地说道 我们遇到了几只凶暴的宝可梦 但都被苏毅三拳两脚地解决了 真是super帅气啊 但按理来说 那个区域应该不是那些宝可梦的气息地啊 望罗听罢若有所思 苏毅看了眼望罗和他身后的马车 惊奇地问道 你们难道特地折返回来 想要帮助我们 马车上的银人懒洋洋地说道 望罗那小子说 救人就要救到底 你这么有趣的人死了 怪可惜的 苏毅眼神中闪过惊疑之色 随后又有些阴暗地想到 不会是想来给我收尸的吧 当然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 不过谁叫望罗是反派呢 苏毅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敌人 现在看起来不需要了 能孤身深入天关山 苏毅你果然不简单 望罗带着和善的微笑 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苏毅 像是要将他看透 面对那眼神 苏毅打了个寒战 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 我只是个路过的假面骑士罢了 那么 假面骑士又是什么呢 总感觉苏毅你知道很多洞下 总是能妙于莲珠 体铁草原是黑药原野中的一块区域 而黑药原野再往西一些 就是住庆村了 所以没过多久 众人就抵达了目的地 远远看去 住庆村被木制围墙护卫着 门口有了望台 还有守卫在执勤 看起来十分有序 银杏商会是住庆村的熟人 拉本博士本身就是银河队的成员 而穿着奇异铠甲的苏毅 自然是遭到了异样和戒备的眼神 没办法 狩猎指南的物品一览还没有解锁 他总不能穿着内衣内裤 招摇过世吧 进入住庆村 苏毅好奇地观察四周 村中土地平况 屋舍俨然然 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 耕田与农场中有人正在辛勤劳作 其中最瞩目的就是一座三层的大楼 虽然大楼有不少古风设计 但整体又有现代建筑的影子 一路走入村中 穿着怪异的苏毅 自然少不了 被村民以异样和警惕的眼神看待 住庆村中的成员来自各个地区 在这个危险的时代 漂洋过海来到异域的外乡人 不可避免地会对周遭的陌生事物感到警惕 而如今 银河队将这些人组织起来 共建出一个相对平稳和谐的村落 渴望宁静的他们 自然不喜欢未知因素来打破这里的平静 故而 他们表现得比较敏感和排外 那么就此别过了 银人摆了摆手 自顾自地去搭建摊位了 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都可以卖给我哦 我对新奇的东西很感兴趣 望罗笑着挥了挥手 独自离开了 听他们说 是望罗在天关山附近救了你呢 你的命也是蛮好的 对了 苏伊 你有想要去的地方吗 拉本博士问道 暂时没有 我在洗脆地区 有一些事情需要解决 暂时没有落脚的地方 拉本博士高兴地提一道 既然这样 那么加入银河队 如何来调查组 帮我调查宝可梦 你的能力是银河队所需要的 而银河队 也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这个麻苏伊略微沉思 他的主要任务 应该和游戏中差不多 政府五只陷入狂暴的特殊宝可梦 最后解决神奥三神 而这其中 肯定少不了银河队 珍珠队 以及金刚队的帮助 就比如 政府那五只特殊宝可梦 不只是需要打败他们 还需要用特制的镇宝 解除他们的狂暴状态 而特制的镇宝 需要加入那几只宝可梦 爱吃的食物 以及各种各样的材料 游戏中没有详细说明 也就是说 只有照料那几只宝可梦的厂长提供帮助 才能制作镇宝 而那几位厂长 分别是珍珠队和金刚队的成员 这两个团体 可比银河队还要警惕外人 所以 最好借助银河队的身份前去调查 还有后面收服时空双神 所需要的红色锁链 起源球 都需要三个组织的帮忙 游戏什么的 只能作为参考 有当地人的帮助 能够事半功倍 总之 苏伊想要完成使命 就少不了和这三个组织接触 反正加入了也没什么损失 若是不加入银河队 估计苏伊连住庆村都待不了 目前啥都没有的他 可不想露宿荒野 加入可以 但我可能没什么时间去帮助你 一点点完成宝可梦图件 苏伊回答道 这样能够理解 你在解决事情的途中 顺便帮我补回一些宝可梦就好了 而且 只要你提出委托 银河队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哦 以你的能力 在银河队 就不需要为生活而发愁了 等你解决完自己的事情后 也可以在住庆村住下 银河队的大家都是很好的人 拉本博士说道 苏伊心中微微一暖 虽然的确是看上了他的能力 但拉本博士也是实实在在地 为他而考虑 我带你去见我们的组长吧 拉本博士带着苏伊 来到那栋最大的三层大楼前 此时 一位面色肃然的短发女性 双手背在身后 站在大楼前默默不语 仔细看的话 能够发现 她的手脚都在微微颤抖 像是在害怕什么 但在努力克制着 星月组长 你怎么没在办公室里 待在门口干什么 拉本博士疑惑地问道 是拉本啊 你身旁这位穿着奇异的家伙 是名为星月的女性转过头来 一下就注意到了苏伊 嘿嘿 我和你说啊 这位名叫苏伊的宝可梦训练家 可厉害了 拉本博士兴奋地讲述着 他和苏伊的遭遇 什么你差点 把那几只宝可梦弄丢了 能迅速地徒手打倒凶暴的 圈圈熊和毒窟啊 能指挥第一次见面的宝可梦 进行战斗 星月那沉稳的面庞上 露出一丝惊讶的神情 而那已经是 他的面部表情的极限了 画壁 拉本博士感叹道 是啊 他简直就是超人 第484章 第一个找回的伙伴 你想加入银河队吗 虽然你来历不明 但银河队也收纳了 很多来自其他地区的人 只要具备有价值的才能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 用能力换取生活的保障 至于拉本博士说的那些事迹 我姑且相信了 但为了服众 我会亲自为你准备入队考核 放心吧 如果你的能力属实 那么考核对你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 星月略微思考后 同意了苏毅的入队申请 哈哈 太好了 苏毅一定能通过的 拉本博士挠了挠头道 对了 组长 为什么要待在总部门外呢 我还有事情要向你报告呢 嘿嘿 那个 我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一只 很麻烦的宝可梦 小赵正帮我处理呢 星月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这时 楼内传出了很大的动静 像是电击声 接着又传出爆炸声 这动静 是很危险的宝可梦吗 拉本惊讶道 星月略微担心地低声说道 小赵应该没问题吧 既然这样 那不如 让苏毅一展身手吧 拉本博士对苏毅问道 你能解决吗 苏毅平静地说道 再不确定是什么宝可梦前 我不敢妄下定论 要是一些能力诡异的幽灵系宝可梦 若是没有宝可梦帮助的话 单靠人类是 很难解决的 星月点了点头 说道 你倒是很沉稳 没关系 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难缠的宝可梦 只是我 算了 要是你 真的能解决圈圈熊和毒窟啊 那么就一定能解决那只宝可梦 苏毅的眼神 瞬间变得有些微妙 他记得万事处变不惊的星月组长 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 十分惧怕重启宝可梦 该不会那个很麻烦的宝可梦 就是一只重启宝可梦吧 但什么重启宝可梦 能弄出那么大的动静 那我进去了 苏毅不乏沉稳地打开门走了进去 进入银河队总部大楼内 眼前是一条走廊 正对着苏毅的 就是星月的办公室 皮卡 秋 一只可爱的皮卡丘 正对着房间内的某处使用电机 而那个未知的宝可梦 则是使用火焰喷射银机 雷电和火焰碰撞 轰的一声引发了爆炸 苏毅扇了扇浓烟 谨慎地走了进去 皮卡 皮卡丘惊讶地看向苏毅 而他身后 一位长得很像小光的少女 惊讶地说道 这是什么宝可梦 苏毅 那个 我是星月组长叫来帮忙的 原来是人类啊 来帮忙的你这身是铠甲吗 少女小赵惊奇地说道 嗯 废话少说 那只宝可梦在哪 苏毅问道 他刚刚逃到隔壁的医疗组室了 话说你的宝可梦呢 小赵问道 暂时没有 但我靠的是这个 苏毅握了握拳头 真是个奇怪的人 到时候你受伤了 可不要怨我哦 小赵说完 指挥着皮卡丘 跑进隔壁的房间 苏毅耸耸耸肩 跟着走了过去 皮卡丘 使用电击 皮卡 丘 激烈的交战声中 苏毅似乎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叫声 难道是 苏毅立刻冲进房间 只见一直有五根火焰般触角的虫类宝可梦 使出火焰喷射反击 虽然火焰喷射的威力 大过皮卡丘的电击 但他却显得十分害怕和不安 燃烧虫 苏毅大惊 若是没记错 洗脆地区应该是没有燃烧虫的 那么 这很大可能是 吉恩 燃烧虫听到熟悉的声音 顿时又惊又喜 他转过头来 看到了穿着铠甲的苏毅 一下就将它认了出来 吉恩 燃烧虫立刻双目含泪地飞扑过来 小心 皮卡丘 快使用电击 小赵急切地喊道 皮卡 皮卡丘立刻释放电击 他不是敌人 苏毅大喊着冲了过去 接着一把将燃烧虫推开 独自承受了电击 小赵梦了 但又很快反应过来 大喊道 快停下电击 皮卡 皮卡丘后之后 绝地停下了招式 你没事吧 小赵焦急地走过去 扶住苏毅 呼 苏毅长出一口气 然后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 微微有麻痹感的身体 差点把我的龙气活性打出来 苏毅嘟囔道 幸好小赵的皮卡丘 还是个宝宝 换做是小赤的皮卡丘 那他至少得上个一礼 看着活动自如的苏毅 小赵惊叹道 好厉害 承受了皮卡丘的电击 还跟个没事人一样 鸡恩 燃烧虫飞扑过来 冲进苏毅怀里 担忧地看着他 我没事 反倒是你 燃烧虫你没事吧 苏毅抱着燃烧虫安慰道 鸡恩 燃烧虫摇了摇头 然后又往苏毅怀里拱了拱 本来他就胆小 在与苏毅冒险的过程中 他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但这次 他突然被放到一个 完全陌生的环境中 他立刻六神无主 为什么我会突然来到 这个陌生的环境 是苏毅出什么事了吗 还是他不要我了 恐慌与不安笼罩了他 而他急切地想要知道 发生了什么 于是 他鼓起勇气 进入有人类存在的地方 想要寻求帮助 但这里的人类一见到他 就表现出一副 惶恐和厌恶的样子 并对他进行驱赶 不知所措的他 开始东躲西藏 最后被追捕 没事了 没事了 苏毅抱着燃烧虫 轻轻拍打着 安抚着 这是你的宝可梦 小赵惊奇道 没错 我的宝可梦和我走散了 我们先出去吧 具体情况 我会和星月组长解释的 苏毅和小赵走出大楼 然后和外面等待的 拉本博士 以及星月 进行了解释 原来如此 你说的事情 就是找回你的宝可梦啊 我说呢 你自称宝可梦训练家 但却没有宝可梦 原来是这样 拉本博士恍然大悟道 星月组长 这是我造成的麻烦 我愿意承担责任 苏毅认真地说道 呼 你星月刚想对苏毅说些什么 但看到 他怀里的燃烧虫 就感到一阵心慌 苏毅 他真没想到 星月这么怕虫系宝可梦 难道是因为 他是超能系的 星月的宝可梦是一只凯西 待苏毅将燃烧虫放到背后 星月才松口气道 既然如此 就用劳动来进行赔偿吧 身为独当一面的大人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自然如此 苏毅点头道 那好 我让拉本给你安排零食宿舍 明天一早再进行考核 星月说道 差不多到饭点了 我们一起去食堂吃晚饭吧 拉本博士笑道 住庆村的食堂 苏毅的脸色一变 星月说道 正好我也饿了 那就一起吧 第485章 伙伴的位置 物品解封 银河队的食堂叫玉满亭 就在银河队总部的旁边 众人来到玉满亭后 星月说道 为了认真对待食物 我要一个人品尝 不想被别人打扰 说完 星月就独自进入店内 而苏毅 拉本和小赵 则是坐在门店外的桌子旁 星月族长 和喜翠的环境一样严酷呢 小赵感叹道 这时 一个带着头巾和围裙的老者走了过来 他先看着苏毅紧皱眉头 然后看向了拉本博士 拉本博士笑道 十月 这位是即将加入银河队的成员 名叫苏毅 不用担心 请来三人份的玉饼 Please 名为十月的老者收回目光 点了点头 走入店中 趁着上菜的间隙 小赵好奇地问道 话说 苏毅你到底是什么人 听说你是被银杏伤会的人 从天关山附近救下来的 但你的宝可梦 却出现在住庆村 这其中可隔着半个喜翠呢 我是一个宝可梦训练家 而我的伙伴 是被一只很厉害的宝可梦给分散了 宝可梦训练家和宝可梦训话师 有什么不同吗 还有 什么宝可梦能把人和宝可梦 分开到那么远的地方 小赵好奇地接连问道 宝可梦训练家 一般会把宝可梦 当成重要的伙伴 他们会指挥宝可梦训练 并为他们量身定制战术 总之 就是将宝可梦的潜能发挥出来的人 在这个时期 人与宝可梦的关系稍好一点的 就像是上下级 而将宝可梦视为工具和奴仆的大友人在 但更多的人是讨厌与畏惧 先有视为伙伴的 这时的人类刚发明精灵球不久 对于宝可梦能力的开发 还处于非常粗浅的阶段 至于造成这一切的宝可梦 你知道 凯西吧 可以理解为 那是类似于瞬间移动那样的能力 只不过强大得多 所以耐心地一一解释 原来如此 小赵和拉本博士顿时恍然大悟 拉本博士感叹道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宝可梦 又有多少种神奇的能力 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所以我才想搞懂这些 将其汇总成图鉴 人们的恐惧来源于未知 只要人们能足够了解宝可梦 那么 它们将不再是那么可怕 人类也能借助宝可梦的力量 办到许多事情 这时 十月将一大盘玉饼端了上来 Thank you 十月做的玉饼很好吃哦 今天和宝可梦战斗辛苦了 多吃一些吧 不够再要 拉本博士热情地招呼道 你们居然那么悠闲 你们组长已经再接吃消愁 吃下十人份的玉饼了 十月摇头道 啊这的确 最近的事情太多了 破坏原野基地的神秘宝可梦 黑金隧道的异常动静对了 今天那个怪异的现象 还要详细上报给星月 总感觉她承受了太多 拉本博士的神情 有些苦恼 这估计 就是能者多劳吧 苏毅说道 说来也真是命运无常 星月是个严格 负责 实干的人 一心一意为银河队的发展着想 为人们能更加了解宝可梦 而成立调查组 是个对开拓喜萃 做出许多贡献的人 但她的后人赤日 却想要毁灭现有世界 重建新世界 望罗 是个充满野心的人 不顾世界毁灭的危险 想要让阿尔宙斯 按照她的心意创造世界 但她的后人西罗那 却是一个为了地区的发展与和平 而贡献力量的冠军 并在未来阻止赤日 和她组建了银河队 不说那么多了 吃饭吧 吃饱才能有力气帮她分忧 拉本博士拿起玉饼说道 苏伊同样拿起玉饼 好奇地尝了尝 玉饼是由烟玉制成的 烟玉外表看起来更像是芋头 但在原本的世界中 有种北海道同名料理 却大多是由马铃薯制成 而玉饼吃起来的味道和口感 就像是马铃薯和芋头的结合 很粉很软 非常管宝 吉恩燃烧虫 好奇地爬上桌子 饿了吧 给你 苏伊将玉饼一点点掰给燃烧虫 燃烧虫开心地吃着 你们的关系真好呢 或许我理解一点 宝可梦训练家的含义了 拉本博士说道 主要是苏伊也吃不下那么多 这东西很淡 吃太多 嘴巴容易变干 不过这个时期 能吃饱就很幸福了 有意思的是 在游戏中 主角每次振抚完一只特殊宝可梦 拉本博士就会带着主角在这里吃玉饼 一连吃好几顿 就硬造碳水 苏伊当时就感觉 这实在是太寡淡了吧 无独有偶 在那个时候 苏伊接触到了怪物猎人 崛起 然后开始在炎火村 天天吃兔团子 甜腻到不行 当时他就想 这一个又淡又干 一个又甜又腻 两个能搭配在一起就好了 如今 这个愿望可以达成了 而且还有一点 炎火村的火牙负责村任务 很能吃兔团子 而住庆村的新月负责调查任务 很能吃玉饼 真是美妙的人设碰撞 叮叮光光吃完晚饭 拉本博士带着苏伊来到一座小木屋旁 将其作为他的临时宿舍 月色降临 苏伊没有休息 而是抱着燃烧虫询问了起来 燃烧虫 你当时是落在哪里的 吉恩 燃烧虫跳出苏伊的怀里 带着他往村外面走 苏伊换上问拉本要来的长服 走出了住庆村 并跟着燃烧虫沿着西边走去 渐渐地 他们来到一处海边 海岸上还有一个简陋的码头 燃烧虫跑到一处草丛里 翻出一枚精灵球 这时 苏伊腰间的狩猎指南震了震 苏伊打开一看 地图中 一个标记点正是在他所在的骑士海滩上 而随着苏伊拿回燃烧虫的精灵球 那个标记消失 地图上出现了燃烧虫的头像标记 也就是说 这些标记是指宝可梦球或者捕获球 捡到后 就能知道对应的宝可梦 或者随行兽的位置 苏伊微微放心下来 也就是说 他只要跟着标记 就能找回伙伴 不需要在洗碎大地上大海捞针 他再次看向地图 发现大致在黑药原野的范围内 有三个标记 这时 狩猎指南再次微微震动 这次物品一览解锁 终于 苏伊喜极而泣 接着立刻拿出一串串兔团子 和燃烧虫分享起来 他从未想过 兔团子是如此的让人幸福 燃烧虫 现在我能依靠的 就只有你了 一起加油吧 苏伊躺在沙滩上 望着天空中明亮的月亮 晚风吹过 带来丝丝凉意 几无 燃烧虫趴在苏伊的胸口 用自己的燃烧之躯 给苏伊带来了温暖 我会变强的 然后和苏伊一起找回伙伴 第486章 托付宝可梦 探索旷野 第二天清晨 穿上天会龙套装的苏伊 走入了调查组的办公室 今天他背上了 那把训练用的大剑 物品里的武器 大多数要装配龙神丸才能使用 剩下的 只有雷狼龙 素材制造的 片手剑王剑集雷 和一套初始猎人武器 可以使用 虽然因为要用在 与随行兽的实战训练上 所以 大剑的剑锋被磨盾了 但他也给这把大剑加了配重 所谓重剑无锋 大巧不攻 即便不再锋利 这把大剑 还是有足够威力的 而且 也不会把场面弄得太血腥 拉本震惊地说道 你背后那把剑 就是你所说的武器吗 你从哪里得来的 苏伊编了个理由说道 我的宝可梦 帮我保管这些东西 所以 它们被分散后 我的东西也被分散到了各个地方 这是昨晚燃烧虫带我找回来的 背着那样夸张的武器 你还能活动自如吗 星月不禁发出了质疑 因为要说那是把剑 那未免也太大了 巨大 宽厚 沉重 而且很粗糙 那简直就是铁块 甚至举起 都已让人难以置信 枪 苏伊文言拔出重剑 在几人震撼的目光中 举重若轻地挥舞起来 然后轰得一声插在地上 还有疑惑们苏伊霸气地问道 他可是能拿着 这把大剑和金狮子 愉快玩耍的 小赵惊叹道 之前听说 你能轻松地徒手打倒圈圈熊和毒窟啊 我还不相信 这下我信了 星月收敛了震惊之色 点了点头道 没问题了 但修地板的钱记得赔 啊 抱歉抱歉 我能用黄金直接赔付吗 此言一出 众人再次震惊 好了 进入正题 本来我是准备好了考核内容的 但今早我收到报告 黑药原野的营地 再次遭到破坏 赶早不如赶巧 就以调查并解决这次事件 为你的考核内容吧 星月说道 苏毅和拉本博士前往了黑药原野 小赵和几位警卫组的成员也跟着一起 警卫组的成员很多 负责的事情也很杂 吓到跑腿 上到侦查野外的变化 可以说是银河队的中流砥柱 而调查组主要负责调查 并解决宝可梦相关的事情 但由于调查组的成员比较少 所以经常需要警卫组的协助 目前调查组负责的事情相对比较危险 不能贪功冒进 所以没有做出什么功绩 但调查组又占用了不少资源 所以星月才会有压力 来看一下现场吧 警卫组的成员带他们来到了原野基地 说是基地 其实就是简单的由旗帜 围栏 帐篷 货箱等组成的简易营地 警卫组的成员保留了犯罪现场 帐篷被掀开 货箱被打碎出一个破洞 一些材料零零散散地散落在周围 警卫组成员说道 有意思的是 第一次 那个小偷时嘛都偷走了一点 第二次开始后 他就有目的性地偷了 树果 治疗药 各种可食用的材料 是为了吃的们苏毅蹲下来 仔细查看着痕迹 最终 他在破损箱子的碎片里 发现了一根深蓝色的毛发 有线索了 苏毅捏着毛发 示意拉本博士 那会是什么宝可梦呢 拉本博士挠了挠头 小赵不得其解 光靠一个毛发 也抓不住小偷吧 的确 光看毛发 很难判断具体的宝可梦 因为有这种体色的宝可梦很多 但只要留下气息 猎人就能追踪 还得拜托这些小东西 苏毅拿出了岛虫罐 迎绿色的岛虫 飞到毛发和破损的箱子附近 不一会儿 他们开始 往一个方向飘去 幸好是今早刚留下的痕迹 不然 可能就追踪不到了 苏毅将岛虫罐挂在腰间 接着放出燃烧虫道尖头 准备出发追踪 等一下 拉本博士 叫住了苏毅 苏毅 我这里有个小家伙 似乎很想和你一起 去调查 昨天你说了宝可梦训练家的事 晚上我思考了一番 冥冥中觉得 这会是这片大地的未来 你很强 宝可梦对战也很有一手 关键是你很喜欢宝可梦 虽然他们像是我的孩子 但孩子总有一天要离开父母 出去闯荡 比起对宝可梦对战一窍不通的我 你是一个很好的托付对象 拉本博士打开宝可梦球 木木骁飞出来 开心地对苏毅打了个招呼 这个小家伙 苏毅失笑一声 伸出手臂 让木木骁停在上面 拉本博士欣慰地说道 你们果然很般配 我也只能这样帮助你了 虽然你曾经有宝可梦 但如今势单力薄 多一只宝可梦 也能多一点帮助 祝你早日和伙伴重逢 苏毅点了点头 郑重地说道 谢谢 我会好好照顾木木骁的 咕嗯 木木骁飞到拉本博士面前 轻轻蹭了蹭他的胡茶 像是在感谢他的照顾 拉本博士欣慰地笑了 哈哈 你记得我就好 果然 有的宝可梦 天生就是要去旅行和冒险的 要跟着苏毅好好学习哦 咕嗯 木木骁抬起翅膀进了个里 然后飞向苏毅 和燃烧虫分站肩膀的两边 那我前去调查了 苏毅对拉本博士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伙伴们追上岛虫 向着矿野走去 燃烧虫趴在苏毅肩头 静静地欣赏着自然景色 木木骁乘着矿野的清风 飞在苏毅头顶 发出惬意的咕咕声 苏毅打开地图看了一眼 岛虫引导的方向上 正好有一个标记点 也就是说 可以顺便寻找一位伙伴 和尚狩猎指南 苏毅深吸一口矿野的清新空气 环视着让人心矿神医的大地 宝可梦传说 矿野之息 启动 苏毅小跑起来 跟着岛虫穿行与矿野 胆小的大牙狸在草丛间穿行 木克尔飞上枝头 好奇地看向苏毅 刺猬虫在树干上如动爬行 专心啃视着枝叶 苏毅一路向着南方探索 树林中开始出现 具有攻击性的小猫怪 这些小家伙长着尖牙 还会电击 虽然跟家猫差不多大 但却凶多了 呜呜 小猫怪发出嘀吼 皮毛间闪动着细小的电流 岛虫因为小猫怪 而被吓回了岛虫罐中 苏毅则是看着小猫怪的体色自语道 小猫怪的体色也是蓝色的 会不会和它们有关 呜呜 小猫怪发出稚嫩的嘶吼声 朝苏毅发出了电击 苏毅轻松地躲过 然后说道 燃烧虫 喷射火焰 击恩 燃烧虫跳下肩膀 对小猫怪喷吐出炽热的火焰 小猫怪顿时重伤倒地 虽然燃烧虫很少参与战斗 但它并不是没有进行过训练 只不过是一些很基础 且轻度的训练而已 但半年的积累 燃烧虫的火焰攻击 已然得心应手 不是一般的宝可梦可以应对的 而苏毅也不是 没有对燃烧虫的能力进行开发 只不过 它的设想 是要等燃烧虫进化成火神鹅 才好实现 这段时间 加强一下小家伙的战斗强度吧 苏毅暗暗计划着 呜呜 重伤倒地的小猫怪 突然发出一声巨大的哀鸣 远处的草丛中 一只只小猫怪 甚至还有进化型乐科猫跑了出来 咋 难道是闯进他们窝里了 难不成真是他们偷窃的营地 苏毅拔出大剑 做好战斗的准备